18岁的道教少年竟是魔教的教主 为追求武道极致发动了正魔大战 一人独上武当山挑战道家高手 所到之处哀嚎遍野 武当众人拔剑奋起反抗 激斗了三百天最后选择了停战 教主最后带领魔教三分五零成为四派天主 让千年传承的武当退出了九大派之列 慢慢地被遗忘隐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如今被誉为天王的魔教教主 被病毒折磨倒在了床上 他一生有五个徒弟各个心怀鬼胎 只有小徒弟最具有孝心 早些年就为其寻找不老山深 而大弟子等他走后会好好管理大脚 其余弟子的哭戏都隐蔽上身 望我演戏的同时也不忘嘲讽憨憨的小师弟 教主看到这一幕气的差点当场去世 这都是一些什么徒弟 但是转念一想 自己也是如此 在绝望的时候看见一位勾魂使者 大县将近的他虽然很害怕 但还是闭上了双眼让他带走 突然小弟子哭爹喊娘地跑了进来 拿出了这么多年寻找的不老山深 众人都大吃一惊 这么难寻的宝物竟被小徒弟找到了 小五来到病榻前哭诉 师父等你吃了这个就会好起来的 可他怎么使尽药就是进不去 黑无常就这么冷冷地看着 一遍遍地喊着这位教主的名字 小五大手用力地将不老山深挤出药汁 四人见状飞快上前阻止 将小五死死地抱住 要是让教主活过来 这四位徒弟怕生命都没了 随着黑无常最后的呼喊 教主的魂从身体中飘了出来 看样子保药也就不回他的命 大县将之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突然一道能量卷起魂魄 无形的力量将他拉了回来 黑无常脸上写满气愤 一把抓过教主魂魄就要带走他 可不老山深要效太强让他也没了办法 教主一脸地嘲讽 你倒是带我走啊 黑无常惨白地脸上露出了邪笑 想复生哪有这么简单 教主冷冷地一笑 连勾回使者也带不走我 天下将会掌握在我的手中 不知过了多久 教主被一群老头的争吵声惊醒 只见他躺在大殿中心 被五位子袍道长围绕 为首的老道长一脸的开心 无量天尊 总算把这小子就回来了 少年全身骨头断裂劈啪作响 脑海中浮现大量的记忆 小时候被父母丢弃成了孤儿 在他最无助的时候出现一位修道者 给予了从未有过的温暖 随后正魔大战为了保护武当身受重伤 为了救治自己的亲人出门寻找草药 当看到希望的时候 失足掉下山崖 强行塞进来的记忆让伤口复发 只见一道道蓝色的蒸汽 朝少年各个穴位打去 这撕心裂肺的痛苦 足足持续了两个多时辰 少年的师父担心 自己带大的徒弟前来拜见仙长 一群子袍道长告知已经没事 不仅救活了过来 还打通了七经八脉 师父见少年没事心裁安定了下来 便跪谢仙长救治之恩 几个月后少年身体完全恢复 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重生在了武当 少年一脸的气愤 堂堂天王教主竟然变成了徒子 魔教教主意外重生成了武当弟子 还要拜曾经的手下拜将为师 刚完成武林魔教统一的他 如今却在厨房当起了火腹 他怎么也想不到是被黑无常坑了 事实已经注定只能欣然接受 他怎么也没想到三个月的修炼 让他领悟了武当最难的剑法 中剑 不得不承认千年大派的武功 有诸多玄妙之处 道家的练气法门 比他修炼危险的魔功更加快速 就这样在师父明真的指导下 日复一日地练习武当功法飞速的进步 真武将黑龙混员弓和武当剑法融合 树刀剑气朝外挥出 龙凤随之碰撞爆发了惊人的能量 只见要五人才能抱住的大树 被砍出深深的剑痕 还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剑招竟然有这么可怕的威力 看着手中的剑陷入了沉思 虽然可以融合功法 但是不得心法 总感觉哪里还差一点 这是一个小刀是走了上来 看着练剑的真武满脸的嘲讽 只有成为大弟子 才会教授本门两一心法 就算你拼命练也成为不了大弟子 只有剑招没有心法是没用的 真武看向小刀是内心一惊 掌门的弟子吗 随后来到跟前置问 你说的是两一心法 这是阴阳相容的功法 其中蕴含了无上的大道 如果在上一世得到这套功法 就可以将黑龙混员弓修炼到巅峰 真武脸上露出了难于言表的兴奋 你是说成为大弟子就可以修行了对吗 得到确认之后决定一定成为大弟子 小刀是一脸的不屑 你以为这么容易吗 门派中各的天才都在争夺 你是没有机会的 真武瞬间就被激起了斗志 天才骂全都干碎就好了 中武准备了一只烧鸡孝敬老师 然后去套一点两一心法的消息 真武大战之后师父就日渐消瘦 真武剑吃下烧鸡连忙打听两一心法 师父夸他做饭好吃 但是还是要靠自己去赢得大弟子的位子 从而得到心法 真武陪了一只烧鸡还没有得到心法消息 只能就开始好好练习成为大弟子吧 一剑斩出差点砍到一个小胖子 真武一脸的气氛 怎么一直有人来打扰他修炼 小胖子是二代弟子是来送菜的 真武脸上写满了震惊 武当山上怎么会有这么胖的弟子 这家伙平日里肯定修炼偷懒 每天偷吃才会这么胖的吧 叫他放下食材就快些离开吧 随后开始练习剑招 小胖子一直在边上大声喝彩 真武气得咬牙这小胖子真的是烦死了 走到面前呵斥 你原画馆今天不是有修炼吗 小胖子一脸的委屈 今天没有修炼他想看师叔练剑 真武这才明白这个小胖子 应该是收到了排挤 所以休息的时候没有人和他玩 也不知道我那个小徒弟怎么样了 临死之前唯一思念的人 真武摆了摆手 只要不妨碍他修炼 想待多久待多久吧 少年为了成为武当大弟子 命都不要了 竟然跑去挑战门派中的纯阳妻子 甚至不敌每天疯狂练剑九万次 被赋予为武当最盛名的剑斥 为的就是成为掌门弟子修炼两仪心法 此功法蕴含道家无数大能的心得 千年大派的武道确实有诸多厉害之处 如果上一世得到这个功法将它融合 将会魔宫大成世间将在无敌手 此时一个小胖子打扰了他的修炼 仿佛从他身上看到最爱的弟子身影 真武也想看看武当弟子练习功法是什么样子 只见小胖子摆开架势 连续打出拳法掌法和身法 很明显小胖子的七星拳没有落下 本以为是一个懒惰的家伙 最主要的弱点就是体型 不知道是谁教的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真武一脸的气氛拔剑顶在小胖子头顶 你胖的胳膊都这么短样是按照传统的方法 你能打赢其他人才有鬼了 随后一把揪住他的耳朵 来到太极图的中心 摆开架势叫他进攻过来 小胖子见师叔要教导自己也认真了起来 还没打到师叔自己被一拳胖揍 真武认真的教导 不要专注于没有用的变化要盯着你的敌人 就算是简简单单的一拳也可以放倒对手 小胖子实在是太笨了 真武气的一脚踢了过去两根手指戳在眼睛上 只要能打赢不管用什么手段 也要打倒对手记住了没有 就这样经过了一天的特训 小胖子被揍了一百次泪滩倒在地上 真武真是被打败了 这是他见过最笨的人 叫他明天不要再来了 便威胁小胖子赶再来就赶了他 这一天的魔鬼训练让小胖子知道师叔的可怕 就屁颠屁颠的网园话馆跑去 这时师父一脸的开心走到真武面前 没想到我弟子知道的挺好的 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胖子真的学到了精髓 插眼睛下三路攻击活学活用 原画馆第一代弟子真鹤带小胖子来到山头 指着真武的鼻子就开始破口大骂 你小子教导的七星拳完全变成了下三滥的招数 打得门下弟子差点不能传宗接代 真武不耐烦地叫他别吵啊 不是没出事吗 何必咄咄逼人 真鹤脸上写满了疑惑 在他的认知里这位师弟是很淳朴的孩子才对 现在吊儿郎当的样子像急了市井的小混混 师弟是修炼六阳神功的 平日里只能通过师叔口传 难不成是练功走火入魔了 随后拔出三尺长剑准备惩戒一下 真武很是不屑 这么快就要和纯阳妻子过招了吗 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快 他们俩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他本是武当默默无闻的一代弟子 终于得到和纯阳妻子的鄙视机会 为的就是让自己出名从而得到大弟子身份 一年的勤学苦练也到了应收成果的时候 双方对战不用剑而是用剑柄与其对战 一出手就知道这位师兄用的是神门十三剑 这是武当为了不夺走别人生命的君子剑 真武就用相同的招数进行反击 师兄真鹤不想伤害他 只是单纯的教训一下 谁知一个轰岗真武跟真鹤手中的剑击落 随后成圣追击刺了过去 剑招越来越快像毒蛇一般专攻上三路 真鹤一个横劈打乱了进攻 随后跃起朝他打去 真武将剑柄从下往上挥去 精准地打在手腕关节 真鹤手中的长剑脱手而出 他一脸的不可思议 自己竟然输了 真武刚才虽然瞄准了要害 但一下子改变了剑的轨迹 不愧是明真师叔教导的弟子 剑招很辣刁钻且强大 不得不承认这小子是一个天才 真武抄起拳头对真鹤迎面重来 一拳狠狠地打在他的脸上 一屁股坐在他的身上 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再次规拳打了足足一笔拳 上一世身为魔教教主的他 这段时间长期被压制嗜血的情绪 今天终于得到了释放 小胖子被吓了一跳 纯阳妻子都不是眼前这个师叔的对手 瞬间对他的崇拜 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真武看着花痴的小胖子 叫他把真鹤抬走 战胜剩下的妻子 就离武当大弟子不远了 无论是到家 还是武林中各大门派 始终都是强者为尊 此时的消息飞快地传播 掌门和各位长老 都得知真武战胜了真鹤 长老说明情况 那日真武将真鹤手中箭击落 还上前继续对他进行二次殴打 各位长老都很不可思议 这孩子学得很少 却可以将纯阳妻子打败 武当掌门陷入了沉思 打算明日找明珍一起商议他徒弟的事情 第二天 小胖子背着一大包东西来到中和店 说以后就跟着师叔学习道法了 这时师父进门 直接阴云小胖子留下来 真武一脸的猛逼 自己现在哪有功夫收徒 胃下恳请师父收回成命 突然一双枯瘦的双手握住了他 师父眼含泪花 没想到你现在成长到可以战胜真赫 真是武当的红服啊 随后挥手叫他快去准备早饭 真武一脸的尴尬 师父真像一个饭桶 小胖子连忙上前拍马屁 师叔以后师祖的饭就交给我来吧 真武脸上写满气氛 留下来可以但练功都要以那天作为标准 你要是违反我说的话我会练废女 明白了吗 那么接下来就是 对一只十拳大补鸡需要几个步骤 首先要抓两只刚吃完早饭的大肥鸡 然后从他们身上价值百元的名牌大衣扒下来 接下来就是给他来一个温泉丝扒 抹上精油给他全身做一套顶级的马纱鸡 最后放在开水里面加入各种香料洗澡 温火慢炖一小时之后就可以装在碗里 真武带着小胖子给心爱的师父送去爱心早饭 小胖子眼中只有肥嫩肥嫩的鸡都忘记了时间 对于修道者而言肉食是禁忌 内加工法链的真气只要吃了肉 就会导致气不会累积工法会随之退步 真武表示没问题 他和师父也不是经常吃 说完就走了进去留下小胖子一个人呆呆地站着 自从师父开始吃上了食拳大补鸡身体好了很多 不仅身体好了一大半还可以出门溜达 刚开始很厌烦吃肉 现在吃起来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见师父吃下转身就要离开 真武就想让他身体好快一点从而好离开武当 来到门口看到小胖子嘴里猛赛鸡腿 骂骂咧咧地叫他给自己留一点 还在追赶小胖子口下留鸡的时候 掌门和长老已经来到中和店 真武一脸的紧张 偏偏这个时候他们出现了怎么办 长老脸上写满了气氛 炖鸡的气味都飘到山下了 你们就等个处罚吧 随后很恭敬地让掌门先进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人吃完了一整只肥鸡 真武剑指包不住火 贵妇下来恳请掌门原谅 都是自己让师父吃的肉食 戒律堂的长老转过来再次向真武咆哮 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家伙 你让你老师也违反了武当的戒律 真武真的是给气到了 掌门都没说话 他一直在那里阅阻带袍 等自己掌握两仪心法 第一个嘎嘎这个老头 武当掌门质问自己的师弟 为什么要破解 师父明真对着自己尊敬的兄长反问 真的有这么大的罪吗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吓到了 随后叫二人快起来又不是什么大罪 缓缓地站了起来让他们看看 因为正魔大战被废去武功 现在的自己已然有了行动的能力 难道说等武当没落了 还要一直遵循可笑的戒律 掌门和长老们也是一脸的羞愧 当年武当求各大派施语援手 换来的是冷眼和没落 所以说真武给师父吃了肉 才恢复了精气神 自己这个老师走了留下徒弟一个人 又有谁可以照顾他 师父明真一脸的气愤 武当现在整体在衰落慢慢下去就完了 由这十戒带进土里吗 掌门也深知武当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对着还在吵闹的众人大喊 叫他们所有人先回去自己留下来和师弟聊聊 出了店门的真武也是一脸的猛逼 吃个肉而已是有多大的事情啊 凡文入阶太严重了 随后苦笑大弟子的梦想随之破灭 武当掌门人有多户犊子 当着众长老的面给了少年一个小小的处罚 只因少年打败纯阳妻子 把武当剑招作了一次突破性的创新 是上天给武当的绝世天才 所以作为掌门人他想要做出改变 去除十戒之一的肉食就是第一步 就安排他去修缮解剑池 众人对这个处罚抱有很深的意见 但碍于武当掌舵人的威严也不了了之 真武带着小胖子来到解剑池 两人像是老虎进了山林班释放了天性 架起火堆烤起了野猪 当然也没有错过美味的炖鸡 活生生的两个大吃货 完全不把修缮解剑池当回事只想打了时间 这是一位白皙的少年出现在两人面前 只见他斜着眼看人 自顾自地站在那里欣赏自己的帅气 真武得知这也是二代弟子倾向 正因为师父都不肯教导他 来此地就是为了求学的 可他身上一股子傲气 真武一脸的气氛 没礼貌的家伙连师叔都不叫 可转念一想他又不喜欢武当 那么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教他 随后让小胖子把中心的巨石搬走 只见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都搬不动 倾向很是不屑 这么大的巨石想搬走要么天生神力 除非功力达到半甲子实力才行 真武看出了这位小失职 肯定认为小胖子搬不起这块巨石 随后上前告知 所有东西都是有窍门的 光有蛮力可不行 让他身体重心压低 膝盖贴着巨石 小胖子大喊一声 将千斤重的大石高高举起 一把丢在解剑池里 倾向满脸的不可思议这怎么可能 只是换了一个姿势而已 真武看了看待在原地的小失职 这下知道我这个失书并非浪得虚名了吧 便叫小胖子抓几只野兔过来 两人在一旁烤了起来 拿出特别肥的一只兔子给倾向 看着金黄酥脆的美味 他也忍不住的咽口水 真武其实在谋划一件大事 一个瓦解武当的阴谋 破除肉食就是他的第一步 在此之前要先得到两一心法 将自身六阳神功全部熟悉 成为大弟子再成为正道蒙老大 伟大的计划需要忠诚的手下 而他就是想把这个小子 收为自己的小弟 随后叫轻向和小胖子对练 真武在用激将法对轻向嘲讽 表示小胖子肯定能打败他 轻向一脸的黑线 整个武当处在最垫底的小胖子 可以引我 缓缓站起身就对自命不凡的师叔说道 我已经将剑招练到冲剑 别说一些大话了 小胖子在地上画圈圈 诅咒这个师叔 这不是把猪往火坑里推吗 武当少年究竟有多少个新年 他一步一步地谋划覆灭武当 想让顽固不化的道士们 沉醉在酒肉与美色当中 他就实现自己的阴谋 成为正道蒙盟主 第一步就是招收最中心的小弟 看着这个小师 直心里有了很多想法 那就是用武学来引诱他 跳入这个圈套 随后就叫功夫 最菜的小胖子与其切磋 轻向不想欺负他 随手拿了一根树枝对战 真武一脸的嘲讽等会输了可别哭鼻子 指了指高傲的倾向你只会摆架子 不是应该用针剑吗 倾向脸上写满了气氛 这个师叔疯了吗 小胖子被吓得瑟瑟发抖 弟子之间切磋要搞得这么认真 随后真武对小胖子 覆耳嘀嘀咕咕说了什么 原来是给他出谋划策 赢下这个小师职很轻松 随后气愤地对小胖子大喊 如果不按照自己说的做就赶了他 以后肉都没得吃 当小胖子听到说了 所有的美食之后 都会离他而去 立马战役盎然表示 一定赢下这场切磋 瞬间 功夫熊猫的身体就摆好了姿势 真武看向小胖子一副 很有干劲的样子 果然人都是需要动力的 现在 就看这两个人的实力了 倾向看向这个吊了锒铛的师叔 改变武当的剑招 打败纯阳妻子的真贺 违犯了十戒都没得到惩罚 只是单纯地改变小胖子的姿势 就可以搬起千斤巨石 在学习流云剑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问题 向师叔们提问也得不到回应 看着小胖子的实力突飞猛进 他就有了学习的念头 看来这次是白跑一趟了 这位师叔的性格和其他几位一样 在这之前要让他后悔 让他和我切磋 只见小胖子施展北斗部 朝着这边狂奔而来 作为二代弟子中的翘楚 他一动手就看穿了他的弱点 倾向猛地一剑刺出 刺中的同时身体化为了一道残影 就在这时 小胖子已经冲到了他的身下 一只手臂在地上一拍一角 倾向回想起了之前的战斗 小胖子躲开了常见的攻击 在下盘打了个滚 然后用旋转腿还击 他怎么也没想到 武当弟子会用懒鱼打滚 难道就用这种卑鄙的招数取胜吗 小胖子想起了真武叫传授的招数 就是不断地攻击着持剑的侧面 一旦攻击成功就会暴露自己的弱点 小胖子趁虚而入 一记铁山靠 倾向看着手里的树枝 再这样下去他也是必败无疑 没想到这个不修蝙蝠的师叔 确实很有实力 随后承认是自己输了 真武一脸的愤怒 这小胖子居然不听他的 让他从后方发起进攻 如果这把是真剑 他现在已经死了 生气归生气 他还是很爱护小胖子的 一把揪住他的耳朵准备离开 倾向看着离去的两人 他会不会留下来 向这位师叔请教 一个少年竟然拥有两位卧龙凤厨 抓山鸡的手法都不用传授 就可以无视自通 两个人都不用去拔毛 就可以开始烧烤了 吃的脸上像进了煤矿洞一样 倾向认为小胖子 能一下子变强就是吃了肉 估计武当山的山鸡 都不够他们吃的 真武一脸的疑惑 这家伙在这里吃了这么多肉 脾气也变了 居然还会拍马屁 倾向说好话 就是为了向师叔讨教刘云剑 真武面露欣喜之色 接着讲到有点口干舌臊 谁知道倾向用 二百码的食宿去接水 这家伙果然是个聪明人 但是他会给他一些好处 让他对自己忠心耿耿 正当他们正在举行一场烤肉盛宴 一代弟子真会 他早已经在戒律堂告状了 长老勃然大怒 连二代弟子中 最有天赋的倾向都给蒙蔽了 尽管暂时取消了食肉的禁令 真会接着到 真武甚至教授懒驴打滚的 招数攻击握箭手的侧边 长老一正 刘云剑最大的破绽 便是下盘过于薄弱 这一点 就算是一代弟子也不会知晓 真武却知道这个缺点 他在武学上的领悟 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长老一脸的开心 这下他深知掌门的用意了 让他好好招待一下青阳商团 便迈开步子走出了大殿 真会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长老甚至没有惩罚他 为了捍卫纯阳妻子的尊严 他要将真武踩在脚下 便召集了手下的师弟们 一同去王解剑池 三人并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只有小胖子知道 有一家商会要来武当赞主 到了中午就会来到解剑池 他们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 三人齐刷刷地望向了外面 立刻让他们打扫战场 千万不能被发现自己在搞烧烤 看他们一群人很快走了进来 真武一脸的震惊 这俩吃货是怎么上了桥的 很快商会便来到解剑池 倾向对众人拱了拱手 可他的嘴角却是一片黑 所有商会成员都惊呆了 看来武当遇到了麻烦 真会怒视着两人吃完肉都不擦嘴巴 还转过头 看着真武 这家伙又在这里吃肉了 真武看向走在前面的商会众人 意外的是一代弟子竟然在后面跟着 就算他是武当的赞助商 也不需要厄运奉承 他感觉到了不对劲 以他八十年的人生阅历 那个男人面相长得像个恶人 随后叫两个小弟洗个脸赶快跟上来 只见大厅里堆满了黄金和白银还有兵器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目的 腹黑少年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师兄的小把戏 以他前世魔教教主的人生经历 一看就知道这位商会的老板 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就跟了上去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只见地上堆满了白银和武器 掌门客客气气地接待 一名长老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他很清楚武当门下弟子的日子有多苦 商会会长指了指真会 告诉掌门这是他的功劳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好徒弟 他们却不知道真会与商会会长的关系 就是为了让他成为武当大弟子 之后就开始实施自己的阴谋 在掌门面前一定要先解决武当现状 用钱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是计划的第一步 尽管武当已经今非昔比 但在中原却是传承了数千年的门派 即与武当有缘 这样一来做骨走伤的货物就安全了 哪怕是投靠诸葛家族也是一样 只会被他们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这简直就是在找死 如今武当没有大师兄 选真会等于帮他登上预选掌门的位置 真会望着一脸得意的会长 没想到他的目的竟然如此轻易地就被发现了 尽管真会在掌门面前极力推崇自己 想要演练柳和剑阵 楼顶上的真舞正在谋划着如何破坏这场计划 练武场上一群弟子正在修炼武当武功 整个广场都热闹无比 真会将柳和剑阵的事情告诉了长老 这时真舞上来打招呼 听闻师兄弄了一套剑阵 特意来见识见识 真会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 这小子看不起我 这次演练剑阵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 真会大喝一声 喜阵 弟子们手持长剑严阵以待 每个人都站在剑阵的位置上 所谓的柳和剑阵就是九人组合成一个阵法 从表面上来看 每一个人的方向都不相同 这套剑阵可以将敌人团团围住 九个人的精尿配合将敌人击杀 真舞也是一脸好奇地看向剑阵 看似精尿的阵法却出现很多缺点 长老很是疑惑剑阵有什么缺陷 真舞摸了摸下巴解释 他们所处的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可总觉得缺少了一种违和感 如果他是敌人就会从左边逃走 那里是最脆弱的地方 长老大吃一惊 真舞只是简单的一眼就指出了剑阵的缺陷 他甚至在想该怎么破开这座大阵 随后问他是不是第一次看剑阵 真舞尴尬地打起了哈哈 他万万没有料到师兄竟然会施展出如此烂的剑阵 商会会长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便好奇地问这个少年是不是也是纯阳妻子 长老兴高采烈地开始介绍真舞 门派发现了他的潜力准备倾尽全力培养 会长大吃一惊这是宗主看重的天才 看到两人开心的样子自己是不是压错了筹码 真舞的目的已经达成 这位会长的脸色也变了 你们这些家伙的如意算盘已经全部被我知晓 他一定觉得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 还有真会这种人也可以做武当的首席弟子 两一心法可以和他的黑龙混员工融合 可只有成为大弟子才能练习 一旦得到功法正道蒙就会掌握在我的手中 谁要是破坏了自己的计划就把他们打成碎片 武当卧床十年的一代宗师 如今穿上了一件被尘封已久的道袍 只因弟子欲行红尘兴有不甘 于是带他一起参加武当长老会 众人纷纷拱手行礼 就连纯阳妻子在这位老准面前都是毕恭毕敬 可真武一战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春的脸旁阳溢出幸福的笑脸 武当长们见到了还在养伤的师弟 赶紧上前询问身体的情况 拉着他的手一脸的担忧 真武万万没有料到 师父在武当的地位竟然会如此的备受尊敬 曾被誉为武当双侠的两人 是所有弟子学习的对象 很快每年一次的长老会如常的召开 明珍大师此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一次他们对青阳商团的赞助商有些担忧 虽然是真会介绍而来 但我们不知意图何为 所以向掌门提出把弟子们安插在其中 一来可以作为护卫保护商团 同时也能监视商团的目的 武当掌门捋了捋胡子表示赞同 此时真鹤站了出来表示让真武前去 一代弟子都有自己的工作无法脱身 真会眼中闪过一丝担忧 不能让他们破坏了自己的计划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师父也站到了真武这边 掌门脸上露出喜色 看来所有人都已经想好了 真武脸上写满了开心 这个消息来得很及时 向掌门和诸位长老拱手致谢 这下不仅可以走出武当 还能破灭真会计谋 这一刻真会气的牙齿都快咬碎了 看样子只能找师兄们帮忙了 大骂真武违反戒律却可以外出 那小子要把武当的传统给毁了 这时真鹤走了进来 反问什么是传统 你没看见吃了肉的明真师叔 是有多精神 所有的长老都同意废除肉食戒律 大徒弟是武当的脸面 真鹤一个教训 武当最年长的一代师兄 制止了他们的行为 责骂不能反驳长老的决定 然后怒气冲冲地转身就走 此刻的真武搀扶着 体弱的师父回中和殿 这一次他是真的被感动了 他万万没有料到师父 会亲自推荐他出去历练 两人说说笑笑走在回山门的路上 他们突然发现有两道身影站在那里 小弟都收拾好了 行囊准备跟他一起去历练 原来这一切都是真鹤早就安排好的 真武怒不可恶 不愿意将卧龙凤厨帚带走 就算小胖子抱住大腿 也不会带他们一起出去 真会站在凉亭外 望着中和殿 为了成为武当大弟子谋划了二十年 他深知不能坐以待毙 拿出性格轻轻抚摸 仇恨随着一声鸟叫正式开始了 在外力量会遇到很多危险的 傻师弟 当一群打架结社的笨蛋山贼 遇到武当山的武学奇才 究竟谁能更胜一筹呢 武当少年举着手说自己很幸福 今天正是他离开武当的日子 带着两个小弟刚到山脚 碰到了一群凶神恶煞的陆林好汉 上来就要收去保护费 真武一脸的黑线武当 现在的治安这么差了 轻向训斥着这些山贼 是不是没带眼睛 竟然赶来武当山打击 真是好大的胆子 山贼们嘲笑着即将覆灭的门派 要想活命就把身后的包留下 如果没有钱 你们只能交代在这里 真武看着这群山贼露出了喜色 没想到他们对这份工作的态度很积极 随后叫轻向上前教训一番就当练手 红发山贼提着刀第一个冲了上去 轻向轻而易举地向后一闪 一剑打在对方的肩部和背骨 这行云流水的动作让山贼们疑乐 二话不说再次提刀冲来 轻向用剑阁挡住进攻 一击之下两个山贼顿时口吐鲜血 真武仔细打量着这群山贼 让手下打头阵 站在身后的首领刺激而动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经过自己训练了轻向 比之前强了不止一点 现在已经形成了剑气 这时小头目抓到了破绽 利用武器的优势勾住轻向的剑桥 让他手中的剑瞬间脱手 利明山贼拿着大刀同时砍下 两人的联手让轻向的肩膀受了刀伤 真武呆愣在了原地 这脸打得太快的话 说这个小失职才刚出江湖 不管轻向如何躲避他们的攻击 每一次都会在他的身体上 留下一刀刀的伤口 山贼一看机会来了就准备一击必杀 眼看着大刀就要砍到他的头上了 当着一声 一双大手接住了白刃 真武挡在了轻向的身前 接下来就交给师叔了 疯了一声 双手直接拍碎大刀 然后一把抢过他的武器 一脚踢在了他的腹部 真武双手抱拳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重重地打在了那名山贼的脖子上 仿佛被一块万斤的石头砸下 扑托一声摔倒在地上 真武大手一举 剩下的就是你们这些垃圾了 山贼们看着眼前的少年心中充满了害怕 真武满脸的鄙夷 是谁让你们来的 小头目怎么可能说出任何信息 只见一把把匕首从他的衣袍下面飞了出来 立马朝外面疯狂地逃跑 他很清楚眼前的少年实在是太强了 就在此时 一只巨大的手掌挡在了他的身前 真武一把江山贼的脑袋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 一脚踩死将他的手扭了过来 我让你跑了吗 说吧 到底是什么人让你来的 山贼头子一脸不屑地看着他 我不会跟你说的别想了 真武打趣地说了一句 你这家伙嘴还挺硬 只见那名山贼的手臂竟然被他硬生生地给折断了 真武再次握紧了拳头 一拳直接送他上了天 一脸鄙夷地骂道 新道夫竟然脏了 山贼小弟被吓得目瞪口呆 连忙告知自己是山下的八龙会 首领是一个叫杜莫的人 据说杀了人躲在丹江口成立了八龙会 被打败的那两个头领是帮会中数一数二的高手 真武想知道出了多少钱才能让你们来打劫 山贼小弟害怕地解释 给了十两白银抢到的物品全归自己 真武要他们交出这笔钱 说着他从袋子里掏出一枚铜饼 猛地一捏 那枚铜钱就被他捏得弯曲了 山贼小弟被吓得屁鬼妙流 跪地求饶希望大侠手下留情放过他们 真武答应放他们一马 如果你们回到帮派里面 说起此事让他找不到那个头领 就会统统把你们赶了 师叔的举动让青相和小胖子都惊呆了 太可怕了 武当少年只需要一句话 就可以让整个武林势衡遍野 只因他的前身是魔教的教主 对付区区的矛头山贼绝对不会手软 得知这是一场精心谋划的一场杀局 准备去丹江口找巴龙会的麻烦 真武将山贼上交给官府准备要些银子 青相和小胖子只能在原地休息等师叔 两人累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小胖子和青相表示师叔这个做法对吗 他们虽然是山贼可是却被打得很惨 青相不以为然觉得师叔做得很对 哪怕他们被吓破了的 为了钱也会再来一次 小时候就是这样一伙强盗独入了村子 如果不是明华师父救了他 现在就不能站在这里说话了 从那以后他每天都在疯狂地练剑 发誓要将所有的坏人都杀光 而真武师叔的举动彻底打开了他的心结 以后要将他当作师父来孝敬 致死不渝一心追随 此时真武正和知府商议着银子的事 因为师父的衣服在和山贼打斗的时候破了 希望他再加一两银子 要给师父换新的道庞 不料知府不允真武气的破口大骂 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道士 八龙会头目赏金多少 县令一脸猛逼 这家伙不会是要接悬赏吧 然后说要是能把杜墨捉住 就可以给他二十两银子 真武眼口偷笑 没想到这个山贼头子这么值钱 知府看到他独自一人在那里傻笑 难不成他真的要抓杜墨 向他挥挥手 这位首领武功高强狡猾无比难以捉拿 真武一正 原来官府早就想抓他了 可奈何对方武功太强了 这个丹江口是诸葛世家的地盘 应该不会让这样的势力成长才对 真武才不会去管这些地方上的争动 他只希望早点找到杜墨 不仅可以问出背后指使之人 还可以转点外快去勾兰厅去 就在这时 两个小弟冲了过来 哭着喊着要一辈子跟在师叔身边 真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连忙安抚 今天累了一天我带你吃饭 今日食谱全肉业 一听说有吃的小胖子就来劲了 三人很快就到了一家最好的餐厅 点了一桌丰盛的菜肴 两个小弟拿起鸡腿就狼吞虎咽砍了起来 后面的顾客们都是一脸的嫌弃 武当弟子现在都喝酒吃肉了吗 一旁两个江湖浪客看向真武三人 准备赶往巴龙会告知头领刺杀失败 同时诸葛家族的人也在关注着他们 只见头戴关精的少年对身边的侍卫说道 有多少年没看见武当弟子出现在江湖了 此时真武三人正在享受大餐 不知自己已经被人盯上 武当少年初射江湖 却被诸葛世家百般刁难 可他却不知道这是一头下山猛虎 诸葛家的护卫以秦九为名挑衅武当弟子 真武岂能看不出他们的伎俩 想要了解武当实力为何不亲自来 真是一个荒唐的人 随后告诉小弟 这位先生对你们的实力很感兴趣 倾向和师叔保证会让这个家伙后悔 只见他手中的长剑已经蓄势待发 现在诸葛墓终于可以见识一下武当的实力 是不是如传言中的那样已经没落 然后点了点头示意可以出手 护卫摆开架势希望他的嘴和实力一样硬 真武面露比翼之色 他居然想要徒手与倾向一战 等会一定会后悔的 作为诸葛家数一数二的高手 自认为赤手空拳已经足够 真武大手一指叫小势之干碎他 倾向二话不说北斗部就冲了过去 剑翘以迅雷不及掩尔之势刺出 然后一剑横批挥出 护卫抓到了破绽 一脚踢在他的后背 一只大手抓住了倾向握着长剑的那只手 一拳打在他的腹部 顺势顶肘进攻上三路 倾向拿起剑翘狠狠地挥出 与他拉开距离 真武看着两人的战斗 刘云剑的破绽在于拿剑的右侧 可这个毛病已经改了 原来倾向这个小子故意制造出弱点 刚才那名护卫也看出了这一点 握着剑的手和底部的薄弱点 二代弟子不够熟练剑招只能败了 侍卫不断地向右侧进攻 利用刘云剑的弱点将其击溃 拳风呼啸朝着他砸了过来 下一秒倾向的身体重心下移 用左手抵住剑柄的底部 稳地朝他下巴狠狠地刺去 那名护卫被震得倒飞了出去 倾向扬起了手中的剑 准备砸在他的脑袋上 真武一脸地开心 这小子学习得不错没白叫 诸葛木一脸地愤怒大喊 你是在玩游戏 真是一个没用的家伙 侍卫拔出了自己的配剑 一道紫色的剑气环绕在他的周围 就像是一条毒蛇缠绕在了长剑之上 真武顿感觉到了不妙 刚才差一点就赢了 没办法还是需要我过去帮忙 倾向的剑上突然有一道剑光闪过 看样子他还没有放弃 护卫开心地笑了是中剑吗 以为这样就能和他一战 这小子还是太天真了 护卫猛地甩出手中的剑 短剑变成了毒蛇般的长剑 倾向拼命地躲避着 寻找着接近敌人的机会 在靠近的一瞬间准备进行反击 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 倾向被拦在了三丈开外 别说是攻击了就连靠近都做不到 看来只有拼得你死我活了 真武看出了这个小失职的打算 真不希望他再次受伤 搜了一生从原地消失 出现在两人中间表示 让自己和他过过招 倾向大喊师叔 自己能够击败他 诸葛家族的人都是一愣 这个年轻少年是武当的大弟子 首席弟子不都是三十多岁吗 真武让他先下去休息 倾向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再一次辜负了师叔的期望 真武转过头告诉他做得很好 接下来好好学这个小崽子是怎么捏的 一位是从武当山走下来的猛虎 另一位是诸葛家族的嫡系子弟 这两位武林星宿究竟孰强孰弱 真武让倾向退下好好看好好学 倾向一脸的难以置信 师叔竟然亲自出手教自己武学 他很想知道会用什么方法教训这个家伙 护卫体内真气涌动 一道道冰冷的沙翼从他们身上扫过 真武看着侍卫舔了舔嘴唇 这件事越来越有趣了 诸葛目眼看着两人就要变成生死之战了 就算武当没落但也是正道踪迈之手 万一这场切磋演变成战争就不妙了 诸葛目还没有反应过来 两人已经开始交手 护卫的剑气已经蓄势待发 只见他大喊一声 小天星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真武刺去 两个小弟都大吃一惊 这一次的力量比刚才更大了 真武提着一把长剑站在那里 告诉他们不是剑法强大就是厉害 而是如何去巧妙运用武学技巧 真武观察着对方的攻击轨迹 他的剑速也是越来越快 以剑为盾化解敌人的攻击 从而更好地削弱长兵器的优势 侍卫感觉到了不妙对手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真武猛然一剑挥出 斩在了他握着长剑的右臂上 扔掉了手中的武器 一脚踹在了他的胯下 一只大手抓住了他的头发说道 以后见到武当的人都要仰视明白了吗 诸葛目气得咬牙切齿大骂这个笨蛋 从台上纵身跳了下来 真武握紧了拳头 郡重地砸在了那名侍卫的身上 诸葛目五指如钩 这是他的绝学凝血神爪 狠狠地抓向真武的拳头 羞的一声 扑了个哭 诸葛目一阵这也太快了吧 真武一脸地嘲讽 从背后偷袭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诸葛世家没有教你怎么为人吗 诸葛目听到这小子辱骂 一定会让他后悔打到他闭嘴为止 一股血红色的真气在他的手中凝聚 如同狮子扑吐朝真武袭杀而来 真武手掌变化打出太极散手 爪子和手掌瞬间碰撞在了一起 他们的根基已经快到肉眼无法捕捉的地步 爪子抓住手掌 手掌推开爪子 之后接力紧紧握住手腕 真武对着他的脸就是一记重拳 诸葛目一咬牙开始了反击 臂爪再度袭来 真武利用他出爪的左手躲过了这一击 诸葛目没有料到他的武学排在家族第五位 面对这样一个可恶的家伙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看样子不能留有底牌了 他将所有的真气都凝聚在了右手的手掌上 一道道紫色的闪电在他的手中浮现 本类掌法 真武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手掌成剑 诸葛目整个人都半跪在地上 没想到这家伙的实力这么强 几名侍卫赶紧上前搀扶 真武上前嘲讽一声 没想到挨了这一击竟然没有晕过去 诸葛目可不想莫名其妙地输了 想要知道他的对手叫什么名字 真武冷笑一声 将自己的名字告诉了诸葛家族的小子 诸葛目说罢便要转身离去 我们下次再来打一场 就在这时真武叫住了他们 难道你看不到那些被打坏了的东西 给酒楼造成的损失 由你们诸葛施加赔偿吧 这对你们来说只是小事一桩 诸葛目扔出一袋子钱说足够赔偿了 真武一看还不如自己有钱呢 随后指了指躺在地上的护卫说不带走吗 诸葛目眼光一寒 废物就让他在这里躺着好了 带着剩下的护卫离开了酒楼 等到大街上就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真气比拼中他受了点内伤 幸亏自己没有在这小子面前丢脸 没想到一个武当一代弟子就可以强成这样 如果现在他们不是封锁山门 诸葛家族将会遭受重创 一个心机深沉的武当少年 遭遇笑里藏刀的商会会长 两人会露死谁手呢 会长担忧地问起了路上的事情 真武表示只是遇上了矛头山贼 会长愤怒地咆哮一群该死的家伙 竟然敢对武当弟子出手 只见他的眼睛里满是泪水 说我们是一家人有任何需求尽管提 真武兴奋地握住了会长的手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连忙诉苦说自己衣服破了 需要私人定制的盗袍 会长满口答应 便邀请晚上去丹江口最好的酒楼 为其接风洗尘 两个小弟一听有好吃的顿时来的精神 会长在管家的陪同下离去 真武一眼就看出了这位会长的心思 莫非友善是在演示什么 会长吩咐管家马上联系吴家庄 武当的道士已经来了 管家联盟上前表示会不会太过危险 从武当弟子的打扮来看 吴家庄的袭击显然是落空了 会长告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一切的责任都由吴家承担 对现在的青阳商团来说 辅佐真会更好 只要这件事情办成 就可以抓住他谋划杀害师兄弟的弱点 随后问管家贩卖火药的事情现在如何 最近官府查的严要注意走货路线 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火药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三个年轻的道士 就在此时诸葛家族和吴家庄也在暗中布局 诸葛勿为争夺少家主的位置 不敢说出被真武打败的事实 怂恿自己的父亲派出家族中最强大的隐位 一来可以杀死真武 二来稳坐少家主的位置 可谓是一件双雕的毒计 与此同时吴家庄也在联系本地的帮派 联合巴龙会和沙帮的势力刺杀武当弟子 只要真武一死便可以整合武当 力保真会登上大弟子的位置 成为武当掌门的候选人 所以接下来的计划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 为了吴家的未来真武必须死 此时的三人不知已经被三方势力盯上 还在为自己的盗袍发仇呢 物料店老板咒骂不要摸脏了 一脸晦气的感慨遇到了没钱的道士 真武拿出满满的钱袋子甩了甩 老板立马转头大喊爷爷 像一条欢快地摇着尾巴的小狗 真武要老板给他做一件上好的衣服 我不 是三个人每人两套 物料店老板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一个老企丹说贵人会来果然没错 真武向掌柜打听巴龙会的消息 据说这人做了不少坏事 专门对人收保护费 这些人的背后貌似隐藏了一个很大的阴谋 老板告诉真武最近有不少人来找他们 吴家庄的武士也四处打探 但都不知道在哪 真武面色凝重地举起了手中的茶杯 这是要抢我的猎物 那可是珍贵的二十两银子 三人换了一身新的道袍 兴高采烈地前往宴会 这是丹江口最繁华的地方 只见两位姐姐拉着小胖子一起玩 他好像没拒绝还一副开心的样子 而倾向也同样受到了这样的对待 真武一脸的黑线 你们两个家伙不是想吃饭吗 会长此时感到非常尴尬 连忙解释不想走这条风花雪月的小路 他立刻把真武叫了过来 表示酒楼快到了 真武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意图 这场鸿门宴真叫人期待 这是一场堪比楚汉之争的鸿门宴 不仅有许多美味佳肴 还有美艳动人的妹子陪酒 而这一次的宴会 又会有多少势力被吸引过来 会长很客气地招呼武当三人坐下 吩咐小姑娘赶紧把酒针满 真武很好奇他到底要做什么 女孩走到他们的面前准备侍候 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很是崇拜武当的少侠 真武不屑地瞥了一眼那酒壶 虽然是同一种酒 可里面的颜色变了 突然管家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会长顿时大惊失色 之后向真武说自己要去办生意上的事 甭手致歉让各位吃好喝好 真武一脸的黑线走得这么急 他那别角的演技恐怕要露出马角了 这是一片完全封闭的区域 只有一道门 他一掌拍在了少女的肩膀上 通过衣服可以感觉到练武之人的肌肉 这不是一个女人应该拥有的身体 还有那两位乐师 手上布满了数年的毒素 而且全是茧子 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杀手 青阳会长盯上自己的理由是什么 难道是怕真会无法继承掌门之位 看样子是这小子一直在背后指使 真武对身旁的少女说真以为我不知道 在这瓶酒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 杀手们大吃已经被发现了 少女一脸的愤怒 让你喝酒说那么多话干嘛 真武直接挡住泼来的酒水 一股黑色的烟雾 从另外一个女人的身上升腾而起 对着青相大喊小心身后的人 只见女人手持簪子就要向他刺去 青相艰难抵挡住了这一击 拿起桌子上的饭菜 就往他脸上狠狠地甩了过去 腰间抽出一把三尺长剑 随即一剑横扫而出 一把小刀从绣花鞋子里伸出来 一脚朝着命门就踢了上去 摆开架势准备下一轮的进攻 小胖子还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 真武也是无奈这蠢货竟然还在发呆 自己被两个刺客围住 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他抓住了他们的手腕 一个回旋狠狠地一扔 将那名女刺客狠狠地摔在了桌子上 只见毒酒升腾而起 对着青相大喊配合 两人一剑一脚一把将毒酒提了起来 跑着那两名乐师狠狠地扔了过去 只见他们快速地躲避着毒酒 丢掉手中的琵琶掏出树根毒针 如同梨花暴雨一般对所有人进行无差别攻击 真武双脚猛的一踩 一个桌子挡住了那些非针 而在他身后的那些人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连同小胖子都被刺中倒在了地上 在青相的怀里说着自己要死了 真武拔下非针闻了闻 这只是麻痹针拔出来就没事了 随后三人来到杀手面前 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也敢接凶刺杀 八龙会如此不堪 难道是青阳会长受益的 杀手一愣 似乎被他发现了 转头表示他是个职业杀手 绝不会透露雇主的信息 真武面露机翘之色 你们还没弄清楚状况 一记重拳迎面砸来 另一人掏出了非针 想要将真武击杀 忽然收到剑影从他手中划过 一柄长剑抵住了他的脖子 青相冷冷地吩咐他别动 随后向师叔表示该如何解决这些杀手 真武摸着自己的下巴 不愿意透露雇主的身份 那么就直接杀掉 青相拔出长剑 一把揪住了刺客的头发 想要给他一个痛快 就在这时 房门被撞碎了 一道身影挡下了青相手中的长剑 一把将刺客给提了起来 将他放在了身后 少年满面怒容 你们这些道士 连女人都杀真是恶毒 摆开架式准备解决这些恶魔 武当三人都是一愣 肯定被这个人误会了 这都是什么事啊 一位是武当七星全传人 另一个则是混员长英雄少年 拳法与长法哪个更胜一筹 就在刚才一名自诩为英雄的年轻人 突然闯入 他要去对付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道士 真武一脸的无奈摇头 这小子的实力太弱了 自己不适合欺负后辈 为了让年轻一辈有更多的机会 让小胖子上场 一脚将他踹了出去 并告诉他你会赢 小胖子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自信 跟着师叔的这段时间里的学习 他早已经相信了自己会赢 随着一声加油 小胖子率先发起了进攻 只见挥出去的拳头被死死地抓住 少年将他猛地往下一拽 小胖子一个转身挣脱 一掌劈向他的手臂 随后七星拳连打让少年难以招架 抓住机会猛击一击 一拳打在他的脑袋上 少年格挡被鸡飞树米开外 这一拳的力量实在是太可怕了 真武看着两人的战斗 七星拳在他的改造下威力大增 只要战胜了自己的自信心 小胖子的实力将会达到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 趁着所有的目光都在两人战斗的时候 越师已经做好了发射暗器的准备 就在这时一道剑光闪过 轻相发现了这老家伙要来准备偷袭 一剑并命送他上了西天 青年朝着越师的方向望去 小胖子一个北斗部冲了上来 轮狠的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 顺势重心下沉将全身的力气汇聚在右拳 一声龙迎从他的拳头中传出 苍龙出海 在这股距离下他直接昏迷了过去 紧接着被一拳轰飞出去 小胖子朝对手的方向走去 真武心中一喜 这家伙终于成长起来了 就在这时他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波动 一道血红色光点向小胖子袭来 真武焦急大喊小心快躲开 小胖子一把将对手抱了起来躲开了这一击 他指了指地面试一试书看看是什么鬼东西 攻击的手法不是武器而是剑气 三人神色一鸣这是宗师级别的手段 在这个门外还有多少高手 这时出现了一位花白老者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刚才那一剑就是从这老者身上散发出来的 单单是站在那里就很有压迫感 他的剑意已经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 剑气凝成钢气这下麻烦大了 青阳会长到底花了多少钱请到这位大门 老者捋了捋胡子夸赞道 在这个年龄就能感受到老夫剑意 真无脸上写满的气氛 你这样的强者为了前来杀我 不觉得很羞愧吗 顿时火冒三丈这家伙果然是来杀自己的 老者被问得一头雾水 只是想带走那个青年而已 应该也算他们的同伴吧 老者感叹自己年事已高早已力不从心 一双眼睛散发着强大的力量 看到了巴龙会和诸葛世家来到了这酒楼附近 转头看向真无问他是不是得罪了一些大势力 他几倍一凉这位老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可以感知到外面的情况 老者指了只将少年交给自己让他们离开 这样的买卖双方都不会吃亏 再慢一点那些人上来你可就走不掉了 真无带着三个狮子不敢冒这个险 然后说可以把人交给你但要交换位置 老者应允了下来 两人按照规定互换了位置 看着老者将少年背起真无示意要走 一道红色的能量球出现在他的手中 巨型光束朝真无轰击而去 这样的高手他们要怎么应对 剑意大宗师究竟有多强 所谓的剑意是由剑气组成 凝聚的剑气会形成一种非常强大的剑面 掌握这项法门踏入大宗师境界 这个老者竟然可以将这树道剑气 化作一道道真正的生命 无招胜有招一切发护于本心 就在刚才那名老者一掌封出 如同归派气功的能量炮 一道巨大的光柱朝真无飞去 武当回风掌 真无周围一道道气流缠绕在他的手中 化为一道距离旋风 在碰撞的一瞬间能量光束的方向改变 老者不免感叹着少年在武学造诣上的博学 在运用上胜过很多活了数十载的老怪 没有对武学的深刻领悟 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真无坎坎而谈 像你这般高手不可能在江湖上默默无闻 纵观正派与魔教之中都没有这样的老者 你到底是什么来历 老者双眼冒出凌厉的红光 将死之人不用知道老夫明慧 真无拔剑挡下霸道的剑影 武当弟子弥正 除了听见飞来的声音之外 看不到任何东西 真无面露惊恐之色 这老头的力量实在是太可怕 让小弟赶紧跑路自己来断后 现在自己的实力无法对战宗师 提着长剑冲向老者希望能拖住一点时间 手指在剑刃上划过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武当逍遥剑对上老者的剑意 两道剑光在半空中肆意碰撞 真无竭尽所能也被划破了一道口 老者手掌一挥 虚空一指 剑意化作一柄柄小剑击射而出 逍遥剑再度抵挡住了这一击 真无与老者拉开了距离 猛的一跳 又是一剑斩下 这一击被老头徒手抓住 拳法和剑法进行了一次次的对撞 一剑闪过 老者立于真无剑身之上 然后嘲笑对方实力悬殊 别做最后的挣扎 胜负显而易见还是选择放弃吧 真无再次挥出一剑 老人轻轻一跃便如没有了重量一般 真无神色肃然 但愿他的小尸子走了 真气贯注到剑身上 这也许是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在这老者眼中自己就像是蚂蚁一般 就算是蚂蚁也有残暴的一面 真无大吼一声手中的长剑 已经蓄势待发 狠狠地挥出这决定性的一剑 剑气如蜘蛛网朝着那名老者席卷而来 老者轻蔑一笑 华而不实地攻击 也罢 让你看看什么叫剑气 大手一扬一张巨大的鱼网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剑光就像是一条条 由于钻入了那张大网之中 真无又是一剑刺出 剑锋与鱼网接触出现了一丝扭曲 带着他的身躯在空中旋转了起来 老头立刻开了个玩笑 你小子倒是有想法 花里胡哨的剑法掩盖了背后的真实攻击 就在这时老人的额头突然裂开了一道口 老者瞳孔瞬间放大 这怎么可能 真无面露喜色 你这老家伙不是最会冒晚费的吗 我刚刚在手指上放出了一缕剑意 就在你一直训斥我剑招的时候 额头上的伤口就是你这次失败的痕迹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股力量凝聚而成 老者又是一掌狠狠地拍出 真无双臂一横急忙阁挡 一道冲击波轰然爆发 真无直接倒飞而出 他万万没有料到 这位老人竟然会有如此强大的攻击力 老者勃然大怒 一直对他手下留情这小子却起了杀心 那鼓励到击中了他的手力 短短的时间里他把身体扭成陀螺一样 真是可怕的小子 那就去死吧 真无面露奋灭 这老家伙还真是死心眼 拼尽最后一次力气挥剑艰难挡下这次杀招 扑通一声掉进了丹江 老者目光平静地望着水中 有才华的人要尽早除掉 而且那个可恶的家伙还在后面紧追不舍 必须要尽快地离开镇 随后抬起他那双大脚 狠狠地踏在地板上 整个酒楼都被这股力量给震得四分五裂 真无缓缓地睁开双眼 他猜不出来为什么这个老者没有杀他 他们的下一步该怎么办 武当少年面临空前危机 现在的身体已经受了不清的伤 他不知道青阳会长是如何将这位老人给请过来的 如此恐怖如斯的实力 这是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四十米的大刀扛在身上站在那里傻笑 真无立刻意识到这位会长还有什么后手 这次来的人看上去像当地的帮派 而且这么多人这下麻烦大了 这个带头的看上去是一个硬茬子 丹江口有黄金骂这些家伙到处乱跑 然后他准备去招惹这些人 举起长剑告诉他们不想死赶快离开这里 看在你是个大块头的份上就放过你们 帮会头子一愣 这个大块头是在说自己吗 真无继续挑衅既然不走就放马过来吧 沙帮的人都被逗乐了 你们见过傻刀是吗 真无在一刹那的功夫挥了一剑 老大飞快地转过身去 眼神中带着轻烈与嘲讽 道士们都喜欢偷袭吗 大砍刀以极快的速度朝真无劈了过去 只见他用剑柄挡住了这一击 真无口中鲜血喷了出来 要不是和那个老头交手受了伤 分分钟就能把他们干碎 沙帮老大身体一沉准备一击必杀 一柄大刀砍出了满月的效果 真无拖着疲惫的身体艰难挡下 看样子今天是凶多吉少了 如果不想办法的话会死在这里的 神秘老者说过诸葛世家和当地帮会就在附近 这样的强者说出来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当了一声 真无借力躲开攻击 只见那棵大树直接被拦腰斩断 真无的目光投向了江口 就在这时一大群人朝着他们走了过来 果然诸葛世家的人出现了 真无仰嘴一笑他的救命温人来了 沙帮头目又是一刀劈下 真无身形一转避开了这一击 连忙将剑插回腰间让他看看周围 说着 他指了指诸葛家族的方向 沙帮老大被吓了一个机灵 该死的他们来这里干嘛 真无朝诸葛目挥了挥手表示来得这么晚 拍了拍肩膀说自己是他们的朋友 沙帮头目微微一乐 诸葛家族与武当之间的利益有矛盾 他们是怎么交朋友的 难道说同属于正道盟 在我们这些坏人面前 他们是一伙的 诸葛世家在这一带可是巨头 但是就这样放过武当弟子的话 之后就会被武当追杀 沙帮老大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真无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傻大哥 让诸葛目在客栈丢尽了脸 以他的性格绝对是来报仇的 这种事情只有我知道那个傻大哥不知道啊 随后不动声色地吩咐小师职准备离开此地 逃跑的同时也不忘给诸葛世家泼脏水 诸葛目还不搞清楚状况 他这次来只是为了搜集证据 给出一个武当弟子与帮会合谋的罪名 之后上报给官府 听说青阳商会和当地沙帮一起去的酒楼 只要把他们的违法证据都搜集起来 就可以一网打尽 这可是一条大鱼啊 诸葛目站在原地一副很高兴的样子 赶紧做点什么吧我就在旁边看着 身边的侍卫联盟上前附和 他们刚才是在死动 诸葛目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 他们是分赃不均所以才闹了起来 侍卫联盟解释武当道士们已经超小到跑路了 诸葛目目瞪口呆 被人当枪使了 诸葛家族为何有这样的傻儿子 让他去对付武当 最后还救了他们一命 大骂自己的儿子没用 诸葛家族如果传到这个蠢货手里 就是死路一条 诸葛目恳请父亲再给一次机会 保证会让武当弟子走不出丹江口 诸葛家族一巴掌拍在了他的脸上 大骂叫他立刻滚回住所 诸葛目更加痛恨真武 之后就被尹卫给拉走了 这是一位偏偏美少年出现在这个失败者面前 诸葛格一脸的不屑 蠢弟弟竟然连监督这种事都可以搞砸 干脆离开世家归一道门 你救了武当弟子 他们一定会收你入山门 拉一只猪出去都比你强 诸葛目被弃得轻轻爆起 大哥走着瞧吧 我会超越你成为家主 武当弟子们灰溜溜地回到了客栈 真武表示目前在这里比较安全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就在眼皮子底下 吩咐倾向去探查回武当的路 现在被三方势力死盯着 这些家伙想要我的命绝对不可以原谅 掏出从武当带来智商的药丸 一口把所有药都吃下 赶紧把自己的伤势养好 再把那群砸碎全部干掉 目前诸葛世家应该暂时不会有所动作 青阳会长和当地帮派是现在最难产的 狂血神功可以快速修复内伤 虽然会有后遗症 但是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你们这些家伙把脑袋洗干净等着瞧 我会亲自一个一个送你们上路 此时的沙帮庄园 沙帮头目怒火中烧 怎么还没有找到那些道士 手下表示已经在回武当的路上设服 已经发动所有帮会成员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沙帮老大气愤地将手下推了出去 被狡猾的倒是耍得团团转 要尽快找出三人将他们都干掉 让其回到武当自己想跑都没地方逃 武当十分互短 如果有弟子在外面遇害 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凶手绳之以法 立刻吩咐手下前往吴家庄 告知武当门下弟子脱逃寻求援助 如果自己出事了也要拉上几个垫背 沙帮老大快速安排人手立马行动了起来 手下领命飞快地朝外面跑去 哼的一声巨响 那扇门直接被炸开了 所有的沙帮成员都愣住了 真武带着小弟杀了进来 渣渣们 别回来了 让我们愉快地玩耍吧 沙帮老大一愣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主动送上门来 还好 他们三个都进了虎口 既然来了那就别想走了 沙帮的人拿着长刀一拥而上 真武让小师直线下去自己一个人对付他们 虽然只有五成的力量但已经足够了 接下来的真武会如何对付丹江口的势力 武当弟子回来了真的杀回来了 三方势力中沙帮柿子最好捏 只见他冲入人群之中大开杀箭 沙帮老大差点没被吓死 这是来自地狱的魔鬼 打不过就赶快跑吧 真武大喝一声 剑气从剑身上迸发而出 一道光柱直奔沙帮头目而去 他用手中长刀抵挡 直接被震飞出去十多米远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这位倒是实在是太厉害了 沙帮老大摸了摸身后的暗器 为地求饶等对手松懈直接偷袭 口中连忙说着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沙帮首领嘴角露出一丝凝笑 从背后掏出一个竹筒 迎针顿时击射而出 真武鬼魅般地避开了暗器 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一脚将沙帮老大的暗器踢飞 一双巨大的手掌紧紧攥着他的头 沙帮老大呆住了 这是他的最后一丝希望 真武面露击窍之色 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 他举起了自己的拳头 重重地砸了下去 真武死死地盯着这个沙帮老大 只要老是回答自己的问题 就放过他 就这样沙帮老大 就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真武想起了诸葛家族和青阳会长 而现在多了一个吴家庄 虽然很想把他们全部干掉 可现在狂血神功的功效 马上就要结束了 倾向将自己打听到的情报告知失输 现在青阳商会人马众多 还得好好想想 沙帮老大表示自己愿意投靠武当 真武面露凶光表示没什么问题 这些家伙一个都跑不了 就在这时真武下令对青阳商会发动攻击 沙帮的人瞬间就把整个庄园都给控制住了 真武面露喜色脉搏而入 对沙帮头目赞不绝口 青阳商会的管事看不起 这位帮派头目大骂叛徒 真武一脸愤怒地问道 死胖子呢 管家当然不会把会长的行踪告诉他 突然那名沙帮老大一脚踢在了他的肚子上 还死鸭子嘴硬不老实交代 把管家按在地上使劲地摩擦 如果能帮上盲武当大侠就不会杀了他 真武再次来到管家面前询问青阳会长的下落 不说实话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断手断脚 商会众人被吓得呆愣在了原地 管家立刻告诉他会长已经偷运货物了 真武一愣他没想到青阳商会竟然是个偷渡客 如果钱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抢走也不是不可以 然后又问走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管家告诉会长这一次走的东西是火药 交易地点在丹江口水库 真武闻言大吃一惊 青阳会长这个疯子不怕死吗 清相说此事非同小可要禀报朝廷 交代小诗职立刻去官府自己先前去探明情况 要是在迟一点就抓不住他们走货的证据 一只大手突然按在了真武的肩膀上 清相担心师叔一人前往会有危险 真武诚恳地对小诗职说道 你必须把官兵们都带过来这样就安全了 清相立马飞奔前往衙门 他必须要全力以赴不能让师叔有危险 真武现在要做的就是趁机捞一笔 这是一位会打架劫舍的武当道士 现在他盯上的是丹江口的青阳商会 抢夺的钱财就是为了救济自己这个穷鬼 会长正在愉快地做着交易 他很清楚这一笔交易能够给他带来多大的利益 就在这时三个身影从芦苇丛中窜了出来 真武没好气地质问会长 做这么大买卖也不带上小道 会长一看情况不妙 连忙让人把这三个人给杀了 随后一大群人朝真武等人冲了过来 沙邦老大表明了自己的忠诚 愿意和他并肩作战 沙邦的人从芦苇丛中冲了出来 相当顿时站坐一团 沙邦老大身先士卒提着长刀冲在了最前面 只见他手起刀落一群小渣渣直接被砍的人养马翻 被打的狗腿子被拍到了会长的脸上 会长一脸怒容 自己辛辛苦苦谋划的发财计划 怎么就这么泡汤了 如今的情况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带着黄金赶快逃走 就在这时一把长剑架在了他的驳梗上 黑衣人要结束这笔买卖拿回黄金 会长连忙蛊惑 我们一起战斗你带着火药我拿着黄金 黑衣人有自己的原则 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一定要尽快地离开 会长心中暗骂这帮可恶家伙真多疑 不然真武一脚将那名黑衣人踹了出去 然后对着会长的脸就是一记重拳 一脚猛地踩住黄金箱子 大手一指这箱东西是我的 想活的就给我麻溜的管 黑衣人万万没有料到自己会被人黑吃黑 就在这个时候一根箭矢破空而来 倾向带领官兵们严阵以带向芦苇荡冲去 那名黑衣人见识不妙 吩咐人员收拢队伍快速撤退 真武没想到官兵会这么快过来 手中的箱子也不知道该藏在哪里 转身对小胖子大喊快过来 将满满一箱黄金塞到他的怀里 马上把这个东西带到没有人的地方去 小胖子拿着那箱黄金撒腿就跑 真武回过头来看向了躺在地上的青阳会长 派人追杀我的账现在该好好算一算了 鱼顿拳打整批 会长被打得连他的妈妈都不认识他了 青相和官兵过来表示已经将人全部逮捕 只见所有人全都贵服在地上等待发落 沙邦老大笑嘻嘻地对真武傻笑 毁了青阳商会的声音 武当侠士必保他无罪 此时的真武根本没有帮沙邦老大说话 他就想知道这个头目赏金会有多少 官兵笑呵呵地对真武表示这个值一百两 拿着这个悬赏令到衙门领取 沙邦头目见二人交谈发现已被出卖 诅咒那个不守信用的可恶道士 真武不会放过那些对他出手的人 画面一转真武带着小侍子冲进了钱庄 请店主来一壶上好蒙紧 掌柜见来人湿到士气不打一处来 真武叫小胖子把箱子给他整张眼 掌柜打开的瞬间一下子惊呆了 一大早就有贵人来存钱弄得他眼泪汪汪 这是丹江口最大的钱庄 把黄金存在这里也是一份保障 真武望向天空这个江湖越来越有意思了 今天真是清爽的一天 武当少年破获贩卖物品大案 受到当地官府的表彰 获得了悬赏金二百两银子 本想拜别之福准备前往沟兰厅取 当清阳商会已经被抓的消息后传出后 吴家庄老爷子惊恐万分 因为他和那个胖子是一伙的 其身上有最重要的账本 他要抢先把那份证据毁掉 火急火燎地来到衙门 看到武当三人顿感不妙 知府向他告知昨天破获一宗大案 全部的功劳都在这位道长 吴家主面色有些难堪 他这才知道真武已经知道了交易这件事 现在没机会去销毁证据先行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知府说出了一个最关键的消息 真会是这位吴家主的儿子 这个消息被在场所有人知晓 真武对着吴家主心里 他没有认出师兄的父亲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决定亲自登门拜访 吴家主心中大叫糟糕 一切都摆在了台面上 事情都已经暴露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真武不屑地看了吴家主一眼 示意他要去吴家庄多待几天 知府得知他们都是一家人也是表示同意 武当弟子就赞助吴家庄 真武面露喜色 称赞县令高见 真会为了上位大弟子连家带口的设计陷害 在丹江口险些丢了性命 真武攥紧了拳头 不能让这些可恶的人活着 现在抓住了把柄以后只能乖乖地听命 我会好好地利用你们 两人很快回到了吴家庄 真武直接开门见山 青阳商会的账本在自己手中 吴家主惊慌失措 要是账簿被公开了 到时候无论是朝廷还是武当都会对他出手 真武这是在虚张声势吓唬他 只是想看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吴家主询问有什么要求 真武的回答很简单 就是帮助自己登上大弟子的位置 吴家主勃然大怒 他散尽家财就是为了真会 真武让他别急这件事也不是白帮的 等自己成为大师兄很快就会退下来 到时候掌门候选人还是真会 吴家主目瞪口呆 他怎么会有这种念头 他说如果他不想做掌门 为什么要做大师兄呢 真武应冷笑了一声 看来自己的话没有什么说服力 郑重地告诉吴家主你没有选择的权利 如果不答应就会踏平吴家庄 只见真武身上冒出巨大黑蛇虚影 令人毛骨悚然地杀一席卷吴家主 他这才意识到这小子的实力 恐怕已经无限接近宗师了 这是一种瞬间死亡的感觉 庞大的压力让他根本无法动弹 这个少年到底是什么 那眼神仿佛杀过无数人一样 吴家主害怕了真的吓尿了 真武冷笑看着吴家主 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随后就迈着大步走了出去 吴家主浑身都是冷汗 他真是武当的人吗 要赶快写信给真会才行 很快真武三人踏上了回武当的道路 真和文训连忙赢了上去 给了真武一个大大的拥抱 这次失地下山给武当树立了很大的铭记 回头看了一眼小失职 这一次出门都长大了不少 说完他带着真武就要去见掌门和长老们 三人向掌门禀告自己的工作 明真师父纷纷称赞 把得到的悬赏金也上交给管理吧 真武简直不敢相信师父是如何得知的 二百两还没来得及物热就被抢走了 少年回武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闭关 在当江口遇到的那个神秘老者 他的武功一点都不像正道和魔道 每次出掌都好似收拢真气 然后一次性爆发完全无视基础的武功 严厉飞剑宛若一条长蛇 真武尝试模仿出掌的方式 凌空一击都能带起一股强大的掌风 好像抓到了什么诀窍 又好像没有掌握窍门 真气从他的手掌中喷涌而出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气选 能量在距离自身两米外直接熄灭 真武面露无奈之色 自己前世可是武林的强者啊 最大的问题就是体内的真气不够 每次突破犹如天前一层比一层难 当务之急还是先把武当的两仪神弓弄到手 现在哪怕是闭关修炼也无法弥补这一点 还是先去给师父做点好吃的吧 回中和殿的路上看见小侍直在那里嘀嘀咕咕 真武很奇怪他们不修炼怎么还在这里站着 小胖子告诉清相想把黄金拿出来给宗派 真武一脚将他踹飞了出去 一把抓住了胖子破口大骂 这是他的黄金为什么要交出去 那可是自己拿命换来的谁也不能觊予 随后他开始了对小胖子的关爱 就在此时明真的师父手里拿着一个大袋子 询问轻鱼有没有做错事情 小胖子刚要开口就被倾向顶了回去 他连忙跑过去将师叔传授武功的事情说了一遍 真武上前关心师父身体让他快回去休养 明真大师笑眯眯地将野鸡拿了出来 今天大家一起吃拳鸡宴 真武大吃一惊 不是和师父交代这些事情让自己来吗 明真师父说他的体力已经恢复了 桌野鸡是为了让徒弟放心 微笑温暖如同春风 真武泪流满面 师父不知道当他叫了悬赏金之后是多么的痛苦 真赫突然闯了进来告知大殿现在很是热闹 武当弟子都在山门前亮身形做衣衫 拉着众人就要带他们去看看 真武和明真师父听的都是云里雾里 此刻大殿里已经站满的人都在登记 所有人的身高都被测量了一遍 真武有些不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掌门和几位长老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赶紧跟明真师父说了一下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有一个好徒弟 真武吓了一跳 不是说好的两百两银子省着用的吗 长老连忙解释这些都是免费的 丹江口商人不但给了他们衣物还送了他们武器 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 武当将青阳商会的赃款还给官府 他们不但退回来还发动了募捐 都说武当大弟子很出息 除掉了丹江口黑恶势力 掌门脸上也露出了喜色 这一次武当是真的摆脱了困境 明真师父知道了这一切 眼含泪花地拥抱着真武 掌门和长老们也是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 现在的真武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把我的钱还给我 武当掌门长老高层计划重建五龙宫 此宫是武当之建筑长守护与杀戮 同时也是培养人才成长的地方 要不是真武上一世摧毁了这里 武当也不会没落于整个江湖 此时的真武找不到自己突破的契机 没有得到两仪神功进步如同归宿 武当重归平静所有的弟子都在苦练 出去历练一回 青相已经开始凝聚剑气了 真武也感受到了危机 这家伙简直就是个天才 自己还没有教他多少 他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反观自己真的是弱爆了 再这样下去 他这个师叔的位置可就保不住了 看来自己要好好修炼了 武当掌门人突然造访 邀请明珍师傅参加场老会 众人围坐在一起 好似有什么大事宣布 掌门站起来告知五龙宫重建方案 指派明珍师傅为馆主培养武当人才 其他几位长老也是表示赞同 掌门很清楚能做的最好的人就是师弟 明珍师傅看向真武 以后让自己徒弟来继承这个位置也是一件好事 掌门让他赶紧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培养出能进五龙宫的人 随后拍了拍真武以后有很多事情要你去做 明珍师傅微笑着招呼徒弟跟他到一个地方 四人走到了那片废墟之中 这里曾经是一个天才辈出的地方 他转头对真武说你很出色这里很适合你 以后你将作为五龙宫的弟子在武林中闯荡 真武大惊失色他怎么会选我 现在连修炼的时间都不够还要被压榨 这是明珍大师开口了 要做大弟子就得在武当立下一些功绩 真武向师傅询问自己是不是有资格 明珍师傅一脸开心的解释 当然是没问题的 大弟子不单单是要武功高强还要担任职务 在宗门弟子中建立口碑获得长老们的肯定 真武一头雾水 难道不是以武学来定义的吗 他顿时觉得上当了 那岂不是自己现在还没有资格 全是骗子 眼泪汪汪地跑了出去 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暗自身上 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武当想要重建武龙宫需要大量的资金 他得去一趟丹江口要利用一些人才行 带着自己的佩剑朝山下跑去 此时的吴家主暗中去了一个地方 他的手下叫他到这里来 两人来到了沙邦的赌场 手下告知还有一大笔钱留在了这里 这些都是抵押的钱财 青阳商会和沙邦还没有来得及带走 吴家主一脸的开心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钱财 而且这枚夜明珠绝对能让真会成为大弟子 吴家主连忙夸奖自己的属下 不知道真武会不会履行承诺 最后将真会推上掌门之位 吴家主毫不犹豫地返回了自己的住处 他走进房间发现真武正坐在大厅中 吴家主心中一惊这家伙为什么会在这里 真武看向桌子上的钱财称赞真有手段 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是来拉赞主 武当想重建武龙宫需要大量的金钱 这笔钱对你而言是小菜一碟 拿出钱就是吴家主的资助了 等武龙宫建好了 吴家的名字将会被鸣刻在上面 到那时真会必然会得到所有长老的认同 吴家主闻言觉得说得很对 丹江口所有的伤会因为真武都在赞主 那么自己这么做也是顺理成章 吴家主面露欣喜之色 却可是一件大事 他转身望向真武所在的方向 只见人已经没了踪影 武当少年为师父重修武龙宫 宫人们如火如荼的奋力干活 明真师父喜极而气自从这个宫殿倒塌 这让他心中一直有一个心结 他等这一天已经很久很久了 将一件重要的事情交给真武 让他去藏书阁找新弟子需要的功法 真武接过卷轴脸色瞬间就缠了下来 明真师父突然意识到还有很多武学没有记录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中和殿 这哪里还有半点生病的迹象 真武看向师父离去的背影很是欣喜 既然如此那就先去藏书阁取秘籍吧 首先是要到戒律堂登记 明崩长老看到这一大堆秘籍目录下了一条 如此多的武学简直太疯狂了 随后吩咐自己徒弟真慧带去领取秘籍 只见他面无表情叫真武跟上 很快两人一路朝着藏书阁走去 真武感觉到了一股浓烈的沙印 这小子很记仇想要在这个天险之地出手吗 真慧质问他为什么要骗他父亲出钱修建武龙宫 真武一脸的嘲讽 你父亲这么努力为你铺路 可别辜负了一片心意 真慧暴跳如雷 这就是你对师兄说话的态度 真武一脸的嘲笑 那个想要杀害自己同门的家伙 竟然还敢在这里胡言乱语 反正在这里出手可以神不知鬼不觉 卑鄙的师兄想清楚了吗 真慧手中凝聚出真气准备动手 让他死在这里对武当绝对是一件好事 话音刚落一股狂暴的拳风朝着他起来 真武冷哼一声 果然还是安娜不住出手了 用左手挡住狠辣的拳风 手掌翻转试图握住他的手 真慧一脚狠狠踹了过去 玄真拳再次朝他砸去 一击回旋踢狠狠地砸在木板桥上 真武如陀螺躲避攻击 两人瞬间拉开了距离 真慧双掌真气聚成八卦 无影神拿手 就像是一道道残影朝着他扑了过来 真武的闪避速度比他更快 真慧大笑一声机会来了准备去死吧 真武在他的手掌抓住的一刹那骤然消失 真慧一下子呆棱在了原地 真武无趣地打了个哈欠 你的无影手怎么会这么慢 就这点本事就敢出手了 真慧吓了一跳他怎么会站在悬崖之上 这家伙的手段层出不穷 真武面露比一之色 既然如此那就换我出手了 北斗部一闪而是朝真慧重来 两人的拳头都狠狠地朝对方挥了过去 真武拳变成了掌一把将真慧的手腕抓住 狠狠地刺在了他的身体各处穴道上 真慧身体顿时动弹不得 真武一把抓住了他的脑袋 一记重拳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脸上 将他提了起来放在了万丈悬崖之外 真武面露凶光 给了你机会还想妄图我的性命 那么我会按照你刚才的想法 将你从这里丢下去 真慧慧慌了这家伙是认真的 他以前是个很老实的人 现在变得这么狠啊 而且他的眼神满是杀气 真慧被吓傻了大声叫道 饶了我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泪水夺框而出 大弟子的位置再也不敢规规了 真武冷冷地看着这个所谓的纯阳妻子 咧嘴一笑准备放他一马 一把将他从悬崖外丢在了木板桥上 真慧如是重负 还以为自己差点死了 真武向他比了一个手势 这次机会给你下次我可没那么好心 一脚踹了过去让他赶紧带路 真慧伤心地望向真武 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以后只能听命于他 真武恶狠狠地举起了手还不快一点 真慧知道他的一生彻底完了 纯阳妻子对师弟痛下杀手 却被一个腹黑少年给反杀了 被打得鼻青脸肿还不敢还手 最终他还是不甘心地将他送到了藏书阁 一名神秘的老人端坐在那里 所需的秘籍都需要抄路 要求一个月后前来领取 突然老者身上的力量陡然爆发 从真武身上一扫而过 最终他陷入了沉思 老者有些不解他分明就是武当的功法 不过还有一种力量他确实看不到 他拿起毛笔开始抄路吩咐等通知前来领取 真武在回去的路上回头望向藏书阁 想不到武当还有这样一位神龙剑手不见尾的老人 真武是武龙宫的核心弟子 每日都要出席会议 这次的开会内容是丹江口商会遭到了劫持 一代弟子真少收到真公师兄来信 真鹤第一个说出了水道的使用权 这是当地商会最敏感的话题 这条水道规定了一年一次的轮船使用权 关系到利益的问题上面他们就会不择手段 通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商会之间会互相协调 这种事前武当插手不是明面上不好看吗 真少有点无奈 现在他们寻求帮助不知如何拒绝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 最后指向了真会丹江口的情况只有他最清楚 真五一心想结束这无聊的会议 叫他赶快发表自己的意见 真会连忙表示那些人绝对不会协商 诸葛家族是他们的靠山 武当插手会瓜分他们的好处 久而久之他就会觉得自己的身份会被动摇 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杀鸡儆猴 让他们看看丹江口到底是谁说了算 照此下去商团们会脱离武当重新与诸葛世家结缘 如果武当为其保驾护航扫荡一些邪恶势力 只要成功商会们就会前仆后继地依靠过来 真会指向真五 武龙宫是武当之剑只有他可以处理好这些事情 真五目瞪口呆他只是来参加会议的 怎么一下子就被赶鸭子上架抬了出来 此时的日海商会场馆 真公正在处理商会的求主 他气愤的怒吼不是在信里说明了情况 怎么现在只带了七名弟子前来 真五面露无奈之色 他根本不愿意去管这件事 带着这群小鸡仔遇上强敌根本帮不上忙 真会这是什么馊主意 连真鹤这小子也在掌门面前推举自己 要不是他们两个自己根本不会出现在这里 可现在他却要听着这位师兄的咆哮 而这个时候那个正在哭泣的商人 应该就是那个请求帮助的商会了 这个家伙还真的缠上武当了 商人痛哭流涕抱怨该到哪里去招兵买马 这一次他的商会怕是要完蛋了 真公连忙走上前来 表示会尽快让武当出更多的人手 真五一脸的黑线 哪里来的更多人就只有自己带的这七个人 立马上前告知武当已经派遣人手 此次行动是武龙宫主要负责 若是师兄插手出了什么问题 他会如是禀告宗门的 我们就是这次护送商队的人 真公气得直咬牙 这不是闹着玩吗 就算这次行动由你负责 自己目前是最了解丹江口情况的人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我就不插手了 如果这次任务失败 你就要承担戒律堂的责罚 真五怒视着自己的师兄 要是自己做到了 就得给我归下赔礼道歉 接下来 少年以武当之剑的身份 接受了宗门第一个任务 这次的行动是为了剿灭海盗团的海贼 师兄很想知道这位师弟的实力如何 能否担当其武当之剑的重任 真公知道这次行动关系到武当的命运 连忙表示不必留守全力攻之 只见他率先出掌发起了进攻 一股股力量在凝聚 真气宛若一颗子弹击射而出 在空中瞬间凝聚成巨大的手掌 武当年长 真五站在那里窥然不动 既然师兄认真了 那么就让他好好地享受一下 掌心朝上方缓缓抬起出现了数道残影 由庞大的力量组成的八卦图案 太轻散手 轰得一声两股力量轰然相撞 武当免守在这一击之下直接被打得粉碎 所有人都被刚才对战吓了一条 真五微微一笑摆出了战斗的姿态 只见他脚步轻盈随时准备出手 突然他的手掌就像是一把长剑 以极快的速度朝他狠狠地刺了过去 真公左躲右闪避开这凌厉的一击 趁吸一脚踹在脑门之上 二代弟子看着师叔的战斗都是一脸的震撼 这就是武当一代弟子的实力吗 真五的手肘挡住了这一腿 瞬间两人的距离都被拉开了 真公被自己的师弟给吓了一条 刚刚那一腿已经是他的空隙 竟然还能轻松地接住 自信神色仿佛看穿了自己出手的招式 真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那就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实力有多强 真五突然感到一股熟悉的感觉 上一时他攻打武当 与明珍师父摆出的招式如出一辙 他是真的喜欢上了这位师兄了 双方都摆出其手势再次对战 这一刻两人都有了一种英雄惜英雄的感觉 现在他们在交手之后都找到了自己的快乐 就这样不知道多久 真公裹着一层层纱布从睡梦中苏醒 众弟子都怕他会被真五师叔打死 随后告知真公 他们一早就出发执行任务去了 只见他满身伤痕躺在床上笑出了声 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 没想到师弟的实力这么强 他已经不需要再为商会发愁了 这小子一定能干得很漂亮 此时的真五带领小师侄们在护送商队 日海商会的会长忧心忡忡 他在担心那群海盗何时出现 他对武当的力量实力还是很有信心的 因为他认识一个有风度的道士 招惹了诸葛世家现在只能寻求武当的帮助 真五询问师侄现在我们的船到了哪里 此时他们正从西匣入口处始出 现在看样子马上就要脱离丹江口的范围 这意味着天水寨就快要有所动作 真五很高兴巴布的他们早点过来 这样一来自己就能多一份成为大弟子的功绩 只要能够抓到他们 在武当中的知名度就能得到极大的提升 道士就可以轻松地获取两一神功 狂妄的笑声打破了宁静 三条大船将真五护送商会的船只拦截下来 海盗头领一脸的不屑 你还真敢从这条水路上运输货武 真五终于等到了这群毛贼 他要怎么对付他们 一位武功高强武当少年 却惨遭嚣张海盗的劫持 随着黑水寨主下令进攻 手下纷纷将绳钩抛向商船 日海会长被吓得气不成声 他立刻掉头就往船前冲去 跪拜在地上拿出一箱钱 但愿那些海贼能够网开一面 黑水寨主贪婪地看着这一幕哈哈大笑起来 这位会长还真是懂规矩 真五淡淡地叫他不用这么低声下气 一只大手指着他们让他们赶紧走 否则的话他们都得死在这里 日海会长瞬间实话骂完了 所有的海贼都是一脸猛逼 第一次有人在自己的领地上大放厥词 真五让狮子们做好迎战的准备 大吼一声 把他们统统干掉 倾向一马当先带着几个弟子冲了过去 武当弟子们将海贼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倾向下手毫不留情 对那些毫无人性的人根本不用有怜悯之心 黑水寨主也是一惊这几个倒是怎么会如此狠了 眼看形势不妙命令迅速撤离 真五踏水而来 擒贼先擒王 独自一人登上了一艘海盗船 他的目光就像是一头恶狼盯着一群羔羊 黑水寨主大手一指吩咐小弟准备迎敌 真五抽出三尺清风 询问海盗头子有没有下地狱的觉悟 黑水寨主恨的牙痒痒这小子也太嚣张了吧 所有的海贼都愤怒地都冲了过来 真五现在很开心终于轮到自己大闹一场了 他慢慢地将脚抬了起来 重重地踏在船上的甲板之上 一条大船突然仰起 真五的身子突然往下一沉 他挥舞着手中的长剑朝着那些海贼冲了过去 一剑朝着黑水寨主劈了过来 当另一声剑招被挡了下来 海贼小弟们挡住了去路 真五真气贯注于剑中 本来还想放过这些小虾米的现在全部都死吧 一剑重重的飞踢直接踹在眼前的小弟的脸上 真五紧握了拳头 一剑重击紧随其后 海贼小弟全部人仰马翻倒在了地上 黑水寨主气的牙齿都快咬碎了 这倒是连剑都没出就已经如此厉害 那就让我来对付你吧 只见他的大刀上浮现出刀芒 黑水寨主一声大吼直接扑了上来 巨大的刀芒划过甲板 真五看着眼前的海贼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速战速决 刀光越来越快眼看着就要落在他的身上了 真五身形一闪躲开了这一击 凝聚成霸道的掌风朝他脑门拍去 黑水寨主惊呼一声 被一股猛烈的力量击飞了出去 所有海贼全军覆灭武当弟子开心地打扫战场 现在的真公真的很为自己的师弟担忧 已经走了三天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是他的疏忽在他醒来的时候 要尽快赶过去支援才对 随后吩咐师之赶快组织救援队 突然一道声音打断了他们 诸葛世家的大公子诸葛哥出现在面前 只见他笑里藏刀说道 听闻您下了山门我应该早些来拜见 真公一阵诸葛家族的人来这里做什么 谁知下一秒诸葛哥冷嘲热讽地说 日海商会的船怎么还没回来真叫人担心 这水道的使用权在丹江口存在意义 据说黑水寨经常在那里打劫过往船只 真公的脸都黑了这小子居心叵测 连忙抱拳准备离开 就在这个时候小氏直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日海商会的传书已经到了 真公顿时狂喜起来 小氏直飞奔跑了过来将船输递了过去 信上写着不仅将黑水寨一网打尽 还得到了官府的表扎 真公这才想起了真武的信心 这小子真没让人失望 武当少年独自饮酒闯江湖 回想起自己和海贼的战斗 他心中充满了震撼 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竟然会有这样的天赋 能将那位神秘老者的武学融会贯通 这一切都是因为一次生死意外 不过师兄你是不是忘记了当初的约定 现在冲着我笑是几个意思 但这次武当的庆功宴却是有些无趣了 真武舒展了一下身子哼着小曲 距离武当大师兄越来越近了 等自己将两仪神宫和黑龙混员宫结合在一起 一同武林 又有何聚 此时真武还沉浸在自己的欣喜之中 他猛地将手中的酒壶扔了出去 落在一位流浪汉的身旁 从晚宴结束他就一直跟在身后 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他决定上前问一问 这个流浪者不愿意透露任何消息 真武一眼就看出了对方在暗中窥探自己 从过路人到喝醉的醉汉 从一开始就改变身份追踪 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杀手压低了帽子的边缘 瞬间遮住整张脸 他不禁感慨这位武当门人眼光果然毒辣 所以他必须要速战速决将这个任务完成 真武的力量扩散开来周围的空间瞬间凝结 他勾了勾手指头示意他赶紧出手 先把他打残了再说 就在这时一股能量从城中传了出来 城外的丐帮首领大吃一惊 我感觉到一种非同一般的气息 随后吩咐手下继续侦查 自己带领一名部下进程打探情况 他很想知道半夜三更是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只见一名武当弟子正站在人群的最前面 真武高呼看来你的轻功不错 不知道你能否躲开这一击 一拳带着一股狂暴的力量朝着他轰击而来 整面墙壁顿时碎裂开来 真武的脸上浮现出了激动的神色 首领大吃一惊这道士的功夫果然非同凡响 看他年纪轻轻就有接近宗师的实力 真是一个有趣的家伙 那个杀手被他玩弄于鼓掌之中 真武玩味地打去 你还真是有种不把幕后之人说出来 狠狠地抓住他的衣脸 既然给了你这个机会你也别怪我 真武掌中凝聚真气 施展出了从那名神秘老头那里模仿的掌法 首领看到这个动作顿时大吃一惊 刹那间急迟而去 一记霸道无匹的掌法朝真武冲了过去 一瞬间将他的手腕死死地扣住 整个动作就在一息之间完成 该帮首领怒视真武 刚才的武功是从哪里学来的 真武满头雾水这是什么人 他的瞳孔瞬间放大 这人让他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家伙是丐帮的人 上一世还是教主的时候 被他窃取秘密可是吃了不少的亏 以前一找他就跑 现在为何突然出现在这里 真武很不耐烦你说的那些功夫 我根本就不懂 就在这时一把长剑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难道说你们是这个杀手的同伙吗 眼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丐帮首领也不好多问 这个道士用的武功和那个人极其相似 这条线索不能断绝 派人先盯着这位武当道士 乞丐头子一声冷笑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羞的一声两人消失在人群中 真武破口大骂被这混蛋给盯上了 一把将那个杀手抓起来审问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玩了 就在此时诸葛家族的诸葛阁 当听到尹卫被抓的时候 他的脸一下子就黑了 自己盯着武当弟子的事情传出就麻烦大了 父亲会被家族严厉斥责 要赶快想个办法才行 吩咐手下不惜代价连夜救出尹卫 希望还来得及 诸葛家族和丐帮双双出手 针对武当弟子 双方都以为是武当的人 在暗中等待自己 一言不合就开始动手 真武还在睡梦中 就听见外面传来的争吵声 忽然起身被气得浑身的汗毛 都竖了起来 骂骂咧咧地打开房门 问候他家人 左顾右盼竟没看见有人在争吵 忽然墙头上响起了兵器碰撞的声音 丐帮与诸葛家族的人 正在斗得不可开交 双方的实力不相上下意识 分不出胜负 诸葛家族的人 对于突然冒出来的一群高手 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真武正猫在墙上旁观着两方的战斗 随后解释他就是来看热闹的 两方人马看见真武出现 一下子呆愣在了原地 真武拍了拍自己的衣裳 没想到一大早就有人特地来看望自己 然后一跃而下来到了他们的身前 随后询问这群黑衣人 都是来干什么的 双方都清楚 不能在真武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份 本还在打架的众人 转身飞快地逃离现场 真武冷笑一声叫你们走了吗 两道能量瞬间击射而出 以极快的速度打中两方的头领 两人顿时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真武看向他们这群人真没规矩 这身打扮难道是昨天那个杀手的同伙 看来不用点手段 他们是不会开口的 真武一记中拳狠狠地打在尹魏身上 忽然一道隐藏在暗处的人 朝真武冲了过来 一刀劈向他的同时 瞬间消失不见了 两个巨大的手掌 紧紧地扣住了尹魏的脑袋 将他们狠狠地砸在了墙壁上 这一连串的行动 让丐帮的人都惊呆了 这个年轻人 根本不是他们可以抗衡的 就在这时真公带着武当弟子走了过来 这里的战斗不会惊动了师兄吧 真公连忙走了过去 询问这是怎么回事 看到一群身穿黑衣的蒙面人 出现在真武周围 他这才反映过来 原来是自己的失地遇刺了 大手指向刺客叫狮子们将他们全绑了 武当弟子将他们五花大绑 真武有些疑惑 一大早师兄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说他在关心自己 很快一群黑衣人被押解在大殿门前 真公分复将他们的面具全部接下 当他们的本来面目一一出现的时候 真公整个人都愣住了 这不是丐帮的人吗 他们为什么要对真武出手 这也太离谱了吧 还有诸葛家的人 真武冷冷地看向这群黑衣人 诸葛世家也出手了吗 真公破口大骂 你们是诸葛家主还是诸葛格指使 因为解释家主根本不知道此事 真公此时是真的怒了 这些人居然无耻到对武当弟子动手 到时候他一定会去找诸葛家族算账 动无武当之间的代价 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转头吩咐师侄立刻飞鸽传书上报武当 请右镇公民中长老下山 两大派系围攻武当弟子之事 民中长老会一个一个上门讨要说法 让师侄将他们全部关押起来 一只大手抚摸在真武头上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师兄师弟快去休息吧 真武一脸猛逼地看着自己师兄 武当虽然古板 但是对自己的徒弟却是非常的互端 就在这时诸葛世家得知这件事情 诸葛家族给了自己的儿子一个响亮的耳光 诸葛哥赶紧向他父亲赔礼道歉 换来的却是一顿脚踹 家族里的人告诫让他自重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是自己做的 否则就会演变成门派大战 诸葛家族很是头疼丹江口 最近权力摩擦太严重 这时候出现谋害武当弟子正道盟也不会袖手旁观 总有一天这场战争不可避免 若是正道联盟插手对我们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各大门派都在针对武当 武当少年仗剑走江湖 每一次行走都会被当地的势力盯上 武当长老亲自下山讨要说法 却惨遭诸葛家主舌灿莲花 明中长老质问为何针对武当弟子 没成想却被诸葛家主反咬一口 他今日前来不是为了赔礼道歉 而是为了要责问真武为何要攻击诸葛家的人 今日之事便是要讨个公道 真武脸上写满气氛 为何这老小子贼喊捉贼 诸葛家主对众人的质问毫不在乎 询问尹未当天有没有翻过日海商会的围墙 可否进入真武道长的道场 手下连忙表示未超过墙面 武当众人都是一愣 诸葛家主又问了一遍你们和丐帮起了冲突 是不是真武道长插手了从而对你们动手 无理由殴打我诸葛家的人 这件事情不是要给我一个解释吗 明中长老也意识到这家伙的难缠 难道诸葛世家的人都是在零零时分 在日海商会外面巡视的吗 诸葛家主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单江口诸葛之地友和稀奇 真武看出了此人的心机城府极深 用引导的话语带动手下回答问题 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这是真的事情 明中长老面色阴沉 诸葛家主未免也太小瞧武当了吧 比抢夺了航道的控制权阻碍了商会的贸易 凌然还摆出一副大意凛然的架势 诸葛家主目光冰冷盯着武当一方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都是胡说八道 没有事实依据请不要信口开河 明中长老顿时一正 难不成这是有人故意污蔑诸葛家族 武当众人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诸葛家主缓缓放下茶杯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这就是山中修道和世家之间的差距 这时候乘胜追击就可以击退他们 听闻真武道掌灭了丹江口的黑恶势力 年纪轻轻就充满辖士的豪气 但你在这方面干了些不光彩的事 我有些担心你的未来 真武心中大怒恨不得一拳打死这老家伙 就在他思索的时候一只大手落在他的肩头 真武看到了师弟的怒火让他忍着 又真武虽然具有对外协商的能力 但是对卑劣的家伙根本行不同 眼前这人居然短短几句话就扭转了局势 要赶快找到突破口才行 真武突然想起了倾向 那晚他撬开了杀手的嘴 有了重要的情报知道是谁派来的 还在苦恼找寻突破口怎么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该死的诸葛家族 你们怎么也想不到我竟然有这么大的信息 真武向长老表示有话对诸葛家族说 立刻上前质问是否对刚才所说的话负责 诸葛家族斩钉截铁的印象 真武咧嘴一笑现在轮到我出手了 其实在这件事之前自己就遭受了袭击 他们利用乔装打扮试图刺杀我 听说是诸葛世家的隐蔚 手下顿时大感不妙他忘记了之前的那个人 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武当众人文言大吃一惊 诸葛家族怒吼一声额头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 住口不要胡说八道 他根本没收到隐蔚出动的消息 真武指向丐帮他们应该对这件事情最清楚 民中长老死死地盯着叫他说出事实 就在这个时候一名衣衫褴褛的老人出现在门口 这个人的出现会不会打破现在的僵局 他是武林最为神秘的丐帮帮主 武林中能与之匹敌的人屈之可数 当年他追查神秘老者来到丹江口 在这位武当弟子身上看到了相同的功法 今天他出现在诸葛世家就是来查明真相 当众人见到这位老人纷纷拜见 真武一脸地鄙夷着老小子怎么来了 丐帮帮主杨渊 看着这个武当弟子一脸的不可思议 他现在的样子和昨晚差别太大了 一副见兮兮很有礼貌的样子 随后他到处只是对这个孩子进行监视 我倒是听说诸葛世家和武当的矛盾很大 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你已经触目了武当 现在看在我的面子上这件事情就算了 诸葛家族的人都不敢否认他们都认识这个老人 在武林中情报机构就是一个庞然大物 不过诸葛家族的组长却是进退两难 他说过的话现在想要收回却是有些困难 杨渊一看他的脸色就知道这件事不会善良 就在这时真武走了出来表示自己有话要说 自古以来问答都是无用的 那么就用江湖上的手段来解决这件事情 就是用拳脚对战胜负来判定应该怎么解决 杨渊看出这小子的意思是要赌上自尊来一决胜负 真武在江湖中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 在战斗的时候可以看看这门功法 有没有和那个人一样的地方 虽然他在武学上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可以通过自己的天赋把武学融入到自己的招式里 那么就按照他所说的方法来吧 民中长老陷入了苦思诸葛家手段层出不穷 但真武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该如何是好 还在深思熟虑的时候真武跳了出来表示自己出战 诸葛家主一下子开心了起来吩咐身后手下迎战 民中长老一看这位在湖北赫赫有名的人物出手顿时慌了 真功宽慰师傅如今的真武实力可与长老媲美让他安心 真武持剑走上前准备赢下这场比试 毛一想没想到会是真武出手真是年轻气上 这一战关乎诸葛家族的脸面他自然不会留手 真武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这年头人怎么那么多话 毛一想脸都黑了武当人怎么就不懂礼貌呢 真武管他什么规矩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 毛一想看到这样快的攻势马上反击 只见他怒吼一声朝他砸去 真武侧身一闪避开了这一击 随后将脚抬起犹如蝎子白尾 在他的背后狠狠地踹了一脚 毛一想亮亮呛呛地被踢飞了出去 真武一脸的嘲讽就这点水平还以为很厉害呢 看样子马上就要结束这场战斗了 毛一想面色一尘身上的真气骤然暴涨 二话不说真气灌入木剑朝真武袭来 树道能量如同一条条银蛇瞬间扑来 该帮帮主杨渊想要上前阻止 这场战斗超出了笔事犯拳 谁知真武用剑柄划出七星剑 一道闪电般的剑指毛一想 武当众人看蒙了剑气直接被斩断了 真武冷冷地看着自己的对手现在胜负一分 那么这场对决就到此为止吧 毛一想气急败坏 这才几个回合自己就败下阵来 手中木剑直接碎裂开来 诸葛家族的脸面绝对不能丢 他用真气将这些碎木卷了起来超真武射去 诸葛家主大骂不好这个疯子想要干嘛 真武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攻势连忙格挡 他转头看向失职的方向暗骂不好 四散的木片以及快的速度朝着武当弟子击射而来 冥中长老催动真气想要抵挡这一击 就在这时小胖子和倾向挡在那群弟子身前 两人快速打出自己的招式挡下这四散的木屑 虽然挡住了这一击 但是两人都受了不清的伤 以他们俩现在的武学境界没死已经是万幸 真武看到自己疼爱的失职受伤顿时怒了 这一次他要干脆这个家伙 武当少年暴怒之下该是何等凶悍 诸葛家族一位强者不甘落败 以剑气将武当弟子击伤 甚至上前准备偷袭真武 只见两只大手碰撞在一起 真武眼中布满了杀气死死地盯着这位高手 只见手掌被捏得劈啪作响 一声凄厉惨叫声从诸葛家族的人口中传出 真气凝聚在真武的拳头上 如同暴雨般的拳头随着愤怒一拳拳地打在他的面门 诸葛家的强者在这一击之下直接晕死了过去 丐帮帮主和诸葛家主都是一惊这一幕真是太血腥了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在江湖上颇有名气的高手 虽然打不过武当的年轻人 真武上前报权问诸葛家主是否承认现在的鄙视 只见他脸色阴沉诚诸葛家三大高手之一竟然败了 就在刚才他还险些杀了武当的人 所以他必须接受这一战向武当赔罪 众人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大喜 民中长老命人赶紧将青相和小胖子送往驿馆 就在此时真武的耳边传来了一道声音 真公师兄欢天喜地地跑到他面前 真武一正这家伙想要干嘛 武当的人怎么都和真贺一样都喜欢拥抱 丐帮帮主杨渊打断了他们 将真武等人带到了内殿有话要问 杨渊对他质问这套武学是从哪里学来 真武满头物水武当弟子不去武当去哪学 他略微尴尬地询问您指的是什么武功 心中暗骂这老头自己用的都是武当的武学 自从当了武当弟子别的功法他都没有用 杨渊气愤地大骂你这家伙使用那些人的武学还不自知 见他不老实交代抑郁出手 一股无形的寸镜朝着他拍了过来 真武恍然大悟 莫非是自己模仿那位神秘老者的武学 杨渊心中一级这小子果然和这些人有关 你会使用那些人的武学 一定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为何刚才打出的无寸镜在这少年身上没有反应 刚刚这一掌正是真武和他们施展一样的武学 自己模仿了三年绝对不是这小子看一眼就能学会的 所以说他一直在说谎 现在要自己亲自验证一下 看你小子能不能学习这门武功 他的双手化作利爪直冲真武而去 青色真气灌入掌心犹如无形之水直冲心脏 真武硬抗杀招苦苦之称 这么猛烈的一次攻击即使只是稍稍的疏忽 一击之下他的胸口就会被轰碎 不过看他的眼神似乎没有下死守的感觉 难道说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测试 竟然如此那么就是一下这招 真武松开体内真气顺着老头的无寸镜运转的路线 就在这一刹那空气流动到了极致 宛如太极一般四两过千斤 杨元脸上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他的无寸镜竟然被震开了 一股无形猛烈的真气在这一刹那四散而去 虽然他没有用出全部的力量 但也不可能被震碎 这小子到底和那些人有没有关系 真武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而出 像是受了很重的伤撞上了门框 武当的人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杨元顿时猛圈了刚才自己没有出手啊 民中长老瞬间暴怒 你是江湖前辈为什么要对一个晚辈如此残忍 杨元白口目便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可谁也没看到倒在地上的真武露出了邪笑 武当少年的演技究竟如何 只应该帮帮主追查神秘势力老者 就是武当少年施展出来的武功 与追查之人有几分相似之处 所以才会对他进行试探和攻击 但他并没有要伤害这个年轻人的意思 可躺在地上的真武显然也受了不轻的伤 武当众人不解 武林前辈会如此残忍地将真武打成重伤 刚才出手试探丐帮杨元只用了八成功力 难道说自己猜错了 试探了半天结果把这个小刀士打成重伤 杨元还沉浸在深深的自责之中 忽然见到了一幅他这辈子都没有见过的画面 这小子秃的血也太夸张了 真武略敢抱歉地表示自己没有帮上前辈的忙 他现在内伤严重需要回家静养 杨元看到这一幕心里打触 这位小刀士看起来兵兵有理自己却将他打伤了 内心的自责和悔恨瞬间涌上心头 真武转身准备离开嘴角勾起一抹邪恶的弧度 我的演技肯定是把这个叫花子给骗过去了 以他现在的修为根本不是这位丐帮帮主的对手 而在心计上这老家伙根本就是比不过他 刚才刻意避开了要害部位 只要他出手自己就到飞出去 然后假装吐血表现出自己受了很重的伤 这不仅可以排除无谓的疑虑 他对我也有负罪感一见双雕 以后好好利用这老家伙连本带利的全部捞回来 真武被打伤后送回了伤会别院 武当门中弟子把手门户做好警戒 倾向呵斥众人打起精神 别让诸葛世家再次偷袭师叔 就在此刻小胖子手捧牛肉开心地走了过来 他带来了师叔最喜欢的东西 他很清楚吃了这个可以让师叔的伤好的更快 真武称赞小胖子的手艺有了长足的进步 当真武将那块牛肉塞入口中的时候 杨渊整个人都是愣住了 他喊那么武当不是不能喝酒吃肉的吗 这臭小子还吃得很香毫不避讳 明中长老解释现在已经解除十戒中的肉食 杨渊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被允许的 真武一脸黑线得知这老小子会去武当 也不知这老乞丐打的是什么主意 威元壮丽的武当山 墙头上趴满了二代弟子们 他们都在等待着真武师叔的归来 真武在丹江口的事情早就在武当传开了 他们都被师叔的英俊和彩蛋给迷住了 甚至连纯阳妻子都出门迎接 真武立马被吓住了这小子不会是想 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真赫已经扑了上去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明中长老严厉地呵斥一代弟子 怎么这么没有剃动 然后让所有人都去拜见杨渊前辈 这可是武林中的一位大能 众弟子都在纳闷着老乞丐是江湖上的高手 明中长老准备介绍这位丐帮帮主 杨渊脱帽很亲和地向他们打招呼 真赫也是没大没小的回应 他忽然醒悟过来这是丐帮的帮主 是武林中最为神秘强大的高手杨渊前辈 武当弟子们整齐华一地向老者行礼 武当虽然没落却很有气势 就在这时真武向长老表明自己想回冲须牙休息 一边咳嗽一边托词就不能面见掌门 然后让小胖子带着自己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就在这时弟子们都想去冲须牙看望真武 民中长老勃然大怒快回去修炼该干活的干活 听到这句话所有人都失望了 他们目前见不到自己仰慕的诗书了 武当与丐帮两位巨头第一次进行了会谈 杨渊开门见山地表示自己在追查一个教工的组织 虽然他追查了五年但还是没能确切地了解他们 武当掌门很是不解在整个武林都没听说过这股势力 连身法轻功无人可比的杨渊追查五年都没什么信息 不是天魔宫的势力也不是魔教 为何不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众 该组织既不是政教也不是魔教也可以是其他势力 杨渊表示他们推翻了中原传统武学的框架 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武功威力极其霸道 现在连日月魔教也在找寻他们 武当掌门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个组织神秘且强大 现在武林三足鼎立各大势力相互牵制 目前的和平被打破只是时间问题 杨渊对此也是无可奈何 他最怕的就是这群人的出现会影响到整个江湖的平衡 最近一段时间正到联盟为了培养年轻一辈正在举办龙凤会 从这些人之中挑选出一些有天赋的人来教导他们 武当掌门不解若要传达龙凤大会 也不至于您这位丐帮帮主亲自跑一趟 杨渊咧嘴一笑他此行的目的就是真武 武当掌门一愣他怎么会如此关心自己的弟子 杨渊解释在丹江口的火药案中真武与功的人有过接触 掌门瞬间暴怒门下弟子品行自己都很清楚 绝对不会和异教徒有所勾结 杨渊调侃侃如今对真武已经没有怀疑 总之在追查他的过程中也看到了这小家伙的天赋 他对人情世故和对武学的领悟都很深 在这个少年身上看到了武林即将燃起的星星 不过自己对他的意识怀疑也欠下了一笔债 突然大手朝桌子一拍 他现在想给这个孩子在武林的大道上铺路 就在此刻真武正在对自己的失职进行魔鬼式的修炼 青相和小胖子手脚上都绑着数十斤的大石 小胖子向师叔诉苦说自己练了一个时辰能不能歇一歇 真武很不耐烦这些都是自己走过的路别想的偷懒 你们现在的痛苦以后会救你们的命 真武还在琢磨着怎么才能在大师兄之路上再次立下功绩 武当之鉴这个称号让纯阳妻子见我的眼神都变了 突然一道人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将他吓了一跳 杨渊走上前看着青相绑着的大石 表示这些都是他小时候玩剩下的 看向真武询问他为什么不用铁手镯进行练习 真武气不打一出来这老家伙说的自己很厉害 不过前辈出现在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杨渊在怀里和裤裆掏来掏去好像在找什么贵重的东西 终于他在夹缝中找到了那件真品 从裤裆里掏出一枚散发着恶臭的铜笔 杨渊将侠钱开心地递了上去 真武脸上大喜得震惊 这难道就是武林上最尊贵的铜笔 手持这枚铜钱就可以得到正道蒙所有的帮助 他是真的很想要可是这老头为什么会给自己 可是从那个地方里拿出来心里难免会有所抗拒 这个臭气熏天的铜笔不知道在裤裆里放了多久 看这位老乞丐是有多少年没洗过澡了 想到这里真武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他立刻跪倒在地 连忙叫青相赶快过来 叫他恭恭敬敬接下老人家赏赐的贵重物品 随后败谢前辈如此宝物自己哪敢亲手接下 杨渊看到跪在地上的年轻人不由感慨 真是懂得礼貌 既然已经收下侠钱那么就好好的使用 真是令人垂涎的人才 就算武当拒绝我的提议也要将他拉进正道蒙里 既然礼物都给了自己也该离开了 搜的一声人影飞出几米远后便消失不见了 真武看着老乞丐离开 连忙让青相将这枚铜钱清洗干净 没想到竟然能得到侠钱运气真的很好 小恩小慧不能抵消你欠我的债 剩下的那部分以后再向你讨回 郑阳宫内掌门独自一人沉思着今日的对话 杨渊想要提携真武进入正道盟 如果真的可以得到盟主的指导 那可是天下无敌的剑胜啊 在武当的历史上还没有在这个年纪能达到这种成就 如果真武能得到剑胜的指点 那他岂不是可以超凡入胜了 到时就可以达到无人能及的境界 在剑城的影响下武当的名字将传遍中原 如再是武当之剑而是剑胜之徒 武当只是引导弟子走上正道 最重要还是要看真武的意图 没想到这个时机来得这么快 该准备准备了 武当少年百无聊赖地每日训练自己的失职 但他并不知道武当今日似乎要出什么大事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大喝划破了练工厂的寂静 真武见他慌慌张张立马询问什么情况 从二代弟子口中得知掌门要求 所有弟子立马前往紫阳宫 真武思索片刻难道是大弟子的攻击任务出来了 如果是这样的安排那要赶快过去才行 随后吩咐倾向和小胖子放下手头的东西跟上来 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朝着紫阳宫走去 三人还在谈笑风声商量着接取任务后该怎么做 真武抬头的瞬间整个人都惊呆了 只见两排二代弟子整整齐齐地站立在紫阳宫大殿前 真武百思不得其解这些弟子现在太严肃了 带着一丝忐忑独自一人进入了紫阳宫 当大门缓缓地被打开 真武目睹了他进入武当以来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长老们带着自己的弟子打扮得跟平时完全不同 就在此刻为首的武当掌门吩咐真武上前 很明显现在的真武处在一个蒙圈的状态 他是真的搞不清楚是什么情况 看大家的穿着自己是不是也要穿礼服过来 看向明珍师傅想要知道缘由 但他依旧站在原地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掌门吩咐他坐下 真武满头雾水无论如何这个任务一定很艰巨 怎么大家看起来这么高兴 这两件东西分别分为两条路给你 只见一盒是卷轴一盒是一件衣服加一个锦盒 现在就由你来做出选择那个卷轴是掌门清理书写 而这份信件的收信者是建成的飞龙剑上 由盖帮帮主引荐你要虚心请教剑圣学习剑招 真武现在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当初还是在天主时候那位剑圣不是被我疯狂蹂躏的吗 可是我为什么要去找一个曾经的失败者学习武学 而且他身边的这一身白衣又是什么鬼 这一件白龙衣是武当即成人的象征 众人看到这件衣服神情都化为了震惊 真武满头黑线谁会穿着一身显眼的衣服出来 不过师父你别在那里笑了快帮帮你可爱的徒弟吧 就在真武快要绝望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好消息 右边的盒子里放着一颗太清神丹 真武被吓了一跳这里面居然是道家无上宝物 传闻吃下可提升一甲子修为的仙丹妙药 被道教奉为至宝 这玩意真的是我的 如果自己能够将太清神丹的药效完全炼化 那么就能达到宗师级别甚至快要路上 熟悉两仪神功后将飞龙混员功练到极致 那自己岂不是天下无敌一统正道和魔道 武当掌门再次询问这两条路你自己选择 走哪一条路都没有人会怪你 真武此时内心早有决断 他抓起白龙衣和太清神丹 将东西死死地抱在怀里 身为武当之剑必定要守护好武当 几位长老和纯阳妻子都是大喜 此时的武当掌门也是说不出的喜悦 他想作为武当弟子将名声传遍中原 而不是剑圣之徒的称号 果然没有看错这个少年真是武当的天才 真武得到宝物开心的笑了 接下来他会如何闯荡武林呢 少年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武当大弟子 当他看到装着太清神丹的锦盒时 还不能相信这都是真的 真武万万没有料到这太清神丹竟然会有说明书 看上去相当的专业按照上面所说不能有丝毫的失误 在服用的过程中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灵气外泄 一颗丹药入口即化顺着喉咙流下丹甜 灼热的灵气在他的身体各处经脉中流淌 就这样太清神丹一点点地改造着他的肉身 这一刻真武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 此时三人在山洞前静静地等待 明真师父对真武很是担心 他们就这样在这里等了一夜 第二天掌门和长老也来到冲须牙 他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 他们竟然在这里熬夜 掌门安慰师弟别太担心不会出什么事情 明真师父自然是知道真武情况 但这是他唯一的图案 因为在他心中真武才是最重要的 这可是他最喜爱的弟子 突然长老打断了他们询问掌门师兄吸收太清神丹的时间 掌门转过头看向师弟表示吸收两天都是很正常的 我们再等等要相信真武 四天时间一晃而过小胖子吓得哇哇大叫 时间一久大家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明真师父想进去看看 但是又害怕打断真武修炼 就在这时山洞里传出来一阵光亮 真武从里面疑惑地走了出来 明真师父急忙将他抱在怀里 他心中悬着的大石终于落地 没想到师父竟然从闭关开始就一直守在外面 倾向胆叹师叔吸收完神丹后精神面貌都不太一样了 明真师父看向自己的小徒弟闭关 四天肯定饿坏了 随后吩咐倾向去紫阳宫通知掌门真武出关 真武表示自己想吃烤野猪 明真师父生气了你现在的状态很差 我去给你弄一头大的让你恢复体力 真武正正地望着他的背影心中百感交集 师父的身体也是在一天天地变好 时间过得很快 小胖子亲自烹饪了一大锅补品 现在他的厨艺在武当堪称一绝 真武今天很幸福 不仅吸收了太清神丹 而且他也被师父和师侄们的关心所打动 真武正在吃着饭 突然被师父的话给打击到了 明真师父以为自己的小徒弟要当武当大弟子吗 真武很是不解为何这么说 难道自己不已经是了吗 明真师父向他解释 难道你不知道 你获得了武当之间的名号就不能做大徒弟了 真武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自己当初怎么就那么高兴地接受了呢 为什么没有人和我说起这件事情 都是套路都是欺骗 武当少年今天的脸色就像吃了香 即使面对掌门上门的道贺也全不在意 面如死灰地坐着仿佛就是一句木乃伊 当不成大弟子的悲哀都写在了他的脸上 武当之间的称号打破了他原本的计划 真武很是无奈武林第一人的梦想破灭了 此时门外的纯阳妻子看到这一幕纷纷猜测 真会信誓旦旦地表示 真武肯定是吸收太清神丹的灵气吸叉气了 不然怎么会一副甚虚的样子 明真师父捋了捋胡子思索片刻 他决定去看看真武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了 见他面无表情就想用他平日最喜欢的考野机来引导他 可下一秒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难道真的差起了 是不是因为吸收了太清神丹 还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程度所以很伤心 还是说让他做武当之间要变得更强在焦虑 突然一双满是老简的双手握了上去 徒弟你现在做得已经很好了 吸收了太清神丹你已经超越很多人了 明真师父一直耐心地开导自己徒弟 突然起身的真武让明真师父有些摸不着头脑 只见他大不留心地朝屋外走去 真武手指在空中微微扬了一下 一股强大的真气从他的手上传递了出去 似乎连时间都被禁锢住了 真武一掌拍出一团真气 累练的一座小山头顿时被炸裂开来碎石四溅 明真大师目瞪口呆自己的徒弟竟然有这么高的武学造诣 激动的浑身发抖这是大宗式境界 真武看向师父表示药力已经完全吸收 他叹了口气说自己太累了要回去睡觉了 明真师父还沉浸在刚才的荧幕中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明明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却还一脸的失望 回到房间的真武懒洋洋地倒在床上 他要的不是突破而是两一心法 为什么就这么难 他在考虑要不要把这些人都杀光把两一功法抢过来 现在他是武当的最强者了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只不过这具身体还在被记忆一直支配当中 师父让我停下来就会不由自主地停下 阴间使者偏偏送我来了武当现在该怎么办才好 这时倾向敲门告知藏书阁已经将功法秘籍抄录完成 不多时他们便来到了山崖上的藏书阁 满满当当的功法秘籍堆在书桌上 真武有些头疼还好拉小弟一起来 两一心法都没有要这么多秘籍有什么用 真武刚才的吐槽引起了藏书阁老人的注意 现在没有人会关心两一心法 你小子让我感到很好奇 真武愤怒地说 这门只有武当大弟子才能修炼的功法 谁会不感兴趣 老头说这是一门很厉害的功法 但同样也是毒药 武当传说都没几个人练成可精髓 就是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真武眼前一亮仿佛受到了启发功法最初的样子 藏书阁老者表示自己年纪大了发发牢骚 真武还在思索刚才的话和两一心法最初的样子 这老家伙一定是知道了什么所以才会隐瞒 随后吩咐试着先收拾东西回去自己要了解清楚 他搬了一张椅子来到老者面前 真武很谦卑地询问老者 两一心法要变回原来的模样 还有那什么毒 藏书阁老者很是不解这小家伙 竟然对没人要的功法感兴趣 他突然眼神严肃 你真的想知道吗 真武突然被这气场震慑到 这个武当的活秘籍在这里肯定能得到两一心法的秘密 真武在考虑两一神宫是唯一能将所有功法融为一体的功法 这老家伙的言下之意就是你是武当的见你学不了两一心法 真武如果知道不能修行两一神宫 说什么也不要这个称号 藏书阁老者问道你不是得到太清神丹了吗 如果连两一心法也要修行那是一种奢望 放弃吧 你是一个有希望将武当的奢望传播出去的人 武当的悲剧一次就足够了 千年传承的武当竟然有这样的黑历史 而这个活了百年之久的老者 将透露为何弟子不休息两一神宫 真武确实很想知道这里面的隐秘 可这个老者嘲笑他得到这么大的便宜还不自知 武当武学分为阴阳两体 没有任何一位弟子可以将其融合 所有正常的武当倒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练就两一神宫 体内的善恶会在心中不停地碰撞 硬要将两者融合如果破碎将会有不可逆的后果 会在心里产生心魔 道门弟子堕入魔道会给整个武林带来巨大的危害 所以放弃这门武功对你和江湖都有很大的好处 真武微微一笑他从来没有被魔化过 他的前身可是魔教的教主啊 所以修道者练就先天功法内心就自然地纯洁了 心中有恶念之人不能修炼武当武功 可真武受伤之时被长老们强行注入六阳神功 后面经过明真师父的教导练习武当功法 所以他内心不受善气的影响依然很邪恶 此时的他具备善恶两面 按照藏书阁老者所说是最适合修行两仪神功的人 但真武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老头也是一脸的茫然跟他说了那么多 全部当成了耳旁风 让他放弃还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不会走火入魔 难道说一定要提起那个故事 才可以让他放弃这个念头吗 这件被尘封了一百年的往事 很久以前最后一位熟悉两仪神功的人 他是武当最有天赋的武当弟子 整天闭关参悟两仪神功就是为了修炼 在将阴阳融合为太极的过程中陷入了心魔 瞬间失去了理智成为了魔头 那一天黑云蔽玉整天天空充斥邪恶的气息 在江湖上大开杀戒那是一场灾难 真武很疑惑如果这是事实 那武林上怎么没有记录 藏书阁老者很是尴尬 这是武当无比耻辱的事情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留作历史被记录在册 因为他是百年前武当的掌门 真武还是很慢慢他说的那么厉害 当时他们不是挡不住自己庙还给自己拆了 这老家伙肯定老糊涂了武当就没有这么厉害的人 突然一声大喝打断了真武 当初那位精彩绝艳的人好不容易恢复了理智 为了赎罪将脖子伸向了他徒弟的剑 如果不是心存正义整个世界都会被鲜血染红了 那位可是在武林仅用了十年时间创造出神话的男人 如果真的练成了太极连当今皇帝都要去仰视 真武越听越离谱这老头一定是个傻子 那可是皇上麾下的千军万马 难道还会惧怕你这武当神功不成 真武打算起身离开真是吹牛都不打草稿的 他突然听到老者说两仪心法是记录在太极本上 并且将两仪心法拆分在后两卷 太极本封存在武当以外的四本秘籍之上 为的就是不让后世弟子成就太极之时堕入魔教 就算成为武当大弟子也只能修行前半部分 也就是说没有了后半部这太极本就没有任何的作用了 那位掌门将两仪神功全部注解在了后半部分 真武此时瞬间明白了过来 只要得到后半部分就可以熟悉两仪神功了 不过这位老人说的话很有可能是假的 编故事倒是很厉害说的好像你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样 藏书阁的长老也是一脸的无奈 那个故事中的砍掉师父脑袋的徒弟就是我 真武从刚开始的平静一下子转化为正经 那个精彩绝艳之人的徒弟 就是眼前这个活了百年之久的老者吗 那么刚才说的事情就算在回忆过去的事情 一位在武当活了百年之久的活话时讲述过往 武当掌门变成了魔人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不得而知 两仪神功后半部分的缺失让真武一时也摸不着头脑 如果说确有此事为什么武林没有记录在册 那位老者砍掉自己师父的头颅为何还要自断经脉 还要把自己关在藏书阁里一百多年 武当武学的造诣竟然这么难达到太极之境 也许老人口中的故事就是为了让我们不要修习两仪神功 真武也不再想这件事情吩咐失职整理武龙宫的秘籍 独自一人站在大殿前看他的神情肯定在思索些什么事情 他本来的打算是拿到两仪心法然后离开武当 但现在看好像也没什么理由留在这个让他烦心的地方 当然首先要得到师父的允许这次该找什么借口离开 武当之间的名号现在想来是一个套路的称号 本以为会更好的在武当行动现在看来就是一副枷锁 这讨厌的武当如何找一个正当的理由离开呢 清相听到师叔喃喃自语的说这些话应该是想游历江湖 真武回过头突然问到有什么办法可以走出去吗 在武林中闯荡不仅要武功高强还要知道什么是江湖 要得到江湖中人的认可才能让自己的名气更大 真武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正道闯荡武林是这样的套路 清相再次表示师叔是武当之间在江湖中游历会有很大的好处 真武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若是如此也可以得到师父允许 一只大手拍了拍他的脑袋这小子长大了 真武露出了这段时间久违的笑脸让清相休息一会 这时小胖子指了指自己表示也想休息 真武一脸的黑线 你别想耍花招晚上我过来查看你没有整理完就死定了 如今不必担心大师兄的成就 反正他也没办法修炼两一心法了 此时的明真师父寻查武龙宫的建设准备回中和电 他突然抬头看到了自己喜爱的徒弟 真武上前搀扶师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要到处走动了 作为武龙宫的公主也不用每次都亲自过去监工吧 您老每次都这样自己这个做弟子的怎么能不担心呢 不过师父知不知道那位老者所说的故事 那个亲自砍下自己师父脑袋的人 于是真武问出了自己的疑惑百年之前那位长人的情况 明真师父很是疑惑自己的徒弟不是不关心武当的历史吗 但那个人将武当带到了最辉煌的时代 真武被吓到了这个故事是真的但在武林中却没有这个传闻 不过这位前辈十年在江湖上的所作所为却是被载入了史册 之后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了 真武惊恐之后武林的历史真的被抹去了 据说朝廷和武林达成共识双方都不得参与 难道这个规矩也是因为这个前辈所改写的吗 明真师父有些意外自己的弟子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真武解释是藏书阁的那位老者告知他知道很多历史 他还说那位前辈堕入魔道死在了自己门派弟子手里 明真师父愤怒的大骂话不可以乱说 虽然没有记载但这位前辈应该是有自己的事情的 不要胡说八道 真武此刻也相信了那位老者所说的故事 后半部分的两仪神功肯定还在武当的太极本里 有可能是流传在了武林之中 这下子又有了一些希望不是吗 计划要恢复了不能再耽搁了 真武恳求师父一件事情 他想要游历江湖希望可以得到允许 作为武当之剑想去武林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武学 明真师父一脸茫然地接受了小徒弟这个要求 武当掌门人今天有一件让他头疼的事情 郑道蒙举办龙凤大会让他很是忧愁 此时明真师父登门是为了让弟子出去游历武林 他见掌门师兄有心事便上前询问 龙凤大会邀请武林各大派系参加 明真师父看着郑道蒙的信件何不让真武前去 其实也不用这么苦恼 刚好自己的徒弟想游历江湖 掌门有些恼怒让真武前去 那些武林中人一定会想办法招揽他 明真师父对掌门交代自己已经答应徒弟让他外出 那个孩子现在武功高强就是缺少江湖阅历 身为武当之剑难道不应该让武当在武林上扬名吗 掌门连连赞同武当之剑断了几代这样的传统差点忘记了 也让青相和小胖子一同前去参加龙凤大会 这次大会的目的就是在众多派系之中挑选服御 而且他们两人的武功都比二代弟子强太多了 绝对能在这次比试中脱颖而出 他们的表现肯定可以让武当在武林上长脸 掌门大喜国王当即决定让真武去参加这次的龙凤大会 他有些羡慕自己的师弟眼光独辣收了一个好徒弟 此时的正道盟大殿 一位手拿与善的人和盟主商谈什么 诸葛靖表示已经将书信送达各大派系 盟主应了一声看样子这次的大会一定很有趣 此人正是正道盟的盟主飞龙剑胜 这次龙凤会最看好武当的弟子 所以他亲自写了一封书信 不过诸葛世家听说出了一位精彩绝艳的年轻人 诸葛靖有些甘大家族那边的事情 自从他参加了正道盟就很少接触 飞龙剑胜略感遗憾不知道 他会不会来参加这次的龙凤会 诸葛靖告诉盟主这次的大会 肯定有很多优秀的青年才聚 为了防范可疑的势力工 还要积蓄力量对抗日月魔教和四派天 飞龙剑胜建造的龙凤馆将来会成为武林的一大助力 这里的老师都是远近闻名的高手 诸葛靖表示现在唯一的难题就是龙凤馆主由谁来担任 他必须部署于七大派之列 而且把龙凤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飞龙剑胜询问是否有合适的人选来担任这个馆主 诸葛靖推荐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白鹿 他不仅没参加任何派系与正道盟也没有渊源 飞龙剑胜挑眉问到白鹿邓如平吗 一个对权力没有野心在武林中有着极高的地位的人 如果是他来的话确实是这个位置的不二人选 不过他一个人在外咸云野喝要找到他不是很困难吗 就在此时诸葛靖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脸 飞龙剑胜瞬间明白这位在自己身边的大学士 诸葛靖开心地表示此人现在就在宜昌 热闹繁华的宜昌闹市 真武带着自己的小狮子在酒馆里享受美食 小胖子对师叔表示这次下山头一次看见这么多人 倾向对他解释现在是正道盟举办的龙凤会自然热闹 真武此行也是有任务地将狮子们带去参加龙凤大会 小胖子现在脑子里都想着吃还想再点一只肥鸡 真武真是给他打败了这家伙肚子里住着乞丐吗 突然一声咳嗽打破了他们之间的谈话 真武有些疑惑地看着这位老者 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他们的身旁 山羊胡子老者客气地表示可以同桌吃饭吗 一名神秘的老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酒楼 老者似乎知道他们是参加龙凤会的武当弟子 他看着吃肉喝酒的倒是感到无比新奇 真武看出了这老家伙想在自己这里偏吃偏喝 所以他拒绝老者一同吃饭的请求叫他赶快离开 山羊胡子老者气急败坏这个武当弟子貌似很没有礼貌 现在酒店爆满让他挤一挤不是对老人的一种礼让吗 真武破口大骂其他地方都有位置偏偏要坐在自己这一桌 老者被他说得面红耳赤有些尴尬 这老家伙肯定盯上了自己的好菜所以非要和我们拼坐 事实上真武早已看穿了这人的身份 他在四派天的时候这位可是和他作对的人 而且在武林上的地位不低 而这个老人早就注意到了武当三人 如果让他坐下的话一定会给他带来很多的麻烦 谁知道下一秒真武就被他指着鼻子作为武当的弟子 你不是邀请我这个老人一同落座吃饭怎么一直拒绝我 真武一掌拍在桌子上自讨腰包吃饭 怎么和武当弟子扯上什么关系 随后起身转身吩咐失职一起离开 他去找老板说这顿饭是那个讨厌的老头子负账了 身为江湖中赫赫有名的白鹿 他是真的被这小子给气坏了 说什么也要改改他的臭脾气让他知道尊老爱幼 刚走出去就被一只大手死死地抓住 掌柜乐狠狠地看着这个老头 你要去哪里四两银子的账还没算呢 难道你想吃罢王餐不成 邓如平顿时傻眼了这几个倒是怎么能吃那么多 小胖子气得气壳生烟 这个老头破坏了自己一顿大餐 真武也是无可奈何现在的宜昌武林人士太多 他穿着一件道袍在外面行走很不方便 这个老头的出现恰巧说明了要换一身行头的重要性 要不然自己在外面吃肉喝酒 师傅恐怕会被指着鼻子骂 清相表示先找一个休息地方明天还要登船离开 真武打算明天去一家布匹店将自己的行头换成新的 第二天清相去船上哪里跑了回来 真武询问有没有准备好要离开的船 清相告诉师叔好不容易定的船位结果被占了 目前港口只有两艘船一艘被诸葛世家包下 还有一条试转运船要到许多地方 真武苦恼没有传知如何去参加龙凤大会 然后询问清相既然没了客船 那就一定还有一艘商船 作为武当弟子要学会变通 跟着师叔走吧 在教教你们什么是人情世故 就在三人准备向码头出发的时候 一道黑影却是忽然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 山羊虎老头一声爆喝让他们停下来 真武很是疑惑地转过头 白鹿邓如平以极快的速度朝他们跑来 昨天还是武当的道士 今天却穿了常见的黑衣服 难道你们冒充道士吗 真武没有理会这个疯老头转身就走 邓如平现在说什么也要教训一下 这个目中无人的小子 他要给真武一个下马位 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 可就在他要抓住他的一刹那 却被真武躲开了 邓如平不敢相信自己如此凶猛的一击 竟然被他如此轻易地避开 真武破口大骂你这个老家伙到底想要干什么 谁知老者伸手向他索要昨晚的酒钱 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吃的 竟然吃了这么多银子 真武摆出一副抠门的样子 你就不用这么小气了 不是说好那不是您请我们吃的吗 真武吩咐倾向将钱给这个老头 他实在是太烦了 邓如平看到他们这么拾去可口中 还一直喋喋不休 真武将酒钱还给了老人 让他别来打扰自己 再鬼鬼祟祟地从后面一直跟着自己就不客气了 说吧 就带着小狮子准备离开这里 要赶快前往码头才行 哪有什么功夫陪这个疯老头 老者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武林威望极高的老者竟然是一个好奇宝宝 武当三人准备去码头找一艘船去参加龙凤会 山羊胡老头则是紧紧地跟在他们身后 真武破口大骂不是给你钱了吗 为什么还像跟屁虫一样 那就让您这位老先生先行离开 真武第一次见到这么烦人的家伙 老者不但不理会他还站在那里吹起了口哨 随后表示没想过跟着他自己也是往码头方向 刚开始他是觉得像真武这样的武当倒是很有意思 而且对方还能避开自己的凶猛攻势 这让他更加好奇了 如果都是这种天才这次龙凤大会那就值得一看 很快他们来到码头正如倾向所说那船已经被人包下 现在只剩下诸葛世家租下的船和一艘商船还没离开 真武大喝一声让商船上的人看过来 转身就往商船方向走去此刻的老嘴有点茫然 为何不坐诸葛世家的船离开这里 真武找船长商议让他们将自己带离一场 随后吩咐师侄们赶快上船 没想到真武以保护船只为由登上了船只 没想到船家还给他钱真是闻所未闻 邓如平对这位武当弟子愈发佩服 跟着这些道人走在路上也不会太孤单了 随后和船家说自己也要一起坐这条船 谁知他又一次被拒绝的理由是船上没有空位 现在的船上已经有了那位英俊的小哥 而且他们是商船 他们在船上坐护卫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善良的人 邓如平立马表示自己也可以守护船只安全 那可比那些刚刚出道的孩子强多了 船夫一脸的比喻淋上了船还得保护你 邓如平着急地大叫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他正想解释却忽然意识到自己不能说出身份 要是让那些道士们知道了一定会讨好他的 他们一定会道歉那样的话就不好玩了 这样子一来还真是伤脑筋啊 就在白鹿和船夫商量的时候 一道人影在他身后走过 回首青年询问那边发生了何事 护卫表示有人想上商船在那里争吵了 少年看了看那位老者突然发现那是一位前辈 他决定上前给予帮助 少年开心地询问老者您是不是需要登船 随后带着众人很是恭敬向老者行礼 邓如平表示不要声张他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看到武当弟子没有发现玄之的心放了下来 诸葛先微微一笑原来前辈是为了他们 前辈上我们诸葛世家的船吧 邓如平摆了白手表示自己打算坐那条商船 诸葛先很纳闷干嘛非要在一艘不舒适的船上 难道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和他们一样普通 看配件的纹路应该是武当弟子 白鹿前辈对武当之人如此上心弧弩里究竟卖的什么样 要不让武当的人跟您上我们诸葛世家船吧 邓如平脸上露出一丝喜色这小子不但认识武当弟子 连自己为何坐商船的目的也瞬间看穿了 难道这位少年就是诸葛世家百年一出的天才吗 诸葛先连忙向船家表明自己的身份下的船夫一个机灵 船夫对着这个年轻人毕恭毕敬的行礼 他随后表示想让商船上的三个人一起登诸葛世家的船只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我们诸葛家做客 船老大顿时大喜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诸葛家族竟然会给他这么大的面子 当即就让武当三人赶紧下船 真武破口大骂你这个船家不厚道不是已经达成交易了吗 说什么也不下去你们这些走商的人怎么能不讲信用 诸葛先看着拉扯的两人表示上我们的船吧 我们一定会送你们为上宾 热情招待武当弟子那位前辈肯定会很喜欢 真武从商船上面跳了下来 眼神冷冽地看向这位少年 你们照顾好那位老人就可以了别管我们的事情 转身对狮子们大喊去准备三体上好的马 然后推开年轻人示意他不要多管闲事 你的那些小伎俩在我这里没用 诸葛先听到这些话一下子愣在了原地 武当少年一眼就看出了诸葛家那小子是女儿身 小小年纪就在别人面前装作故作成熟的模样 如果不是这家伙出手阻拦自己怎么会想着骑马上路 老者上前安慰无意之中给他带来了麻烦 诸葛先却一反常态地向前辈表示马车和马宁喜欢哪一个 邓如平被问得一下子摸不着头脑 诸葛少年随后解释不是要去追赶武当弟子吗 随后吩咐侍卫准备马匹自己陪老爷子上路 剩下的人则是乘船去参加龙凤大会 诸葛说如果是从大路上走需要几天的时间 所以他必须要保护好自己的小主人 白鹿邓如平看向这位天才不禁感慨 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 夜色见浓下起了稀稀利利的小雨 真五星中暗骂这几个人怎么还不死心 诸葛世家的人还有那死老头子 这些家伙竟然还跟在自己身后 这让他很是不爽 真的是比狗皮膏药还要黏人 诸葛先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些人 是为将一床暖和的棉被递给他 让他先休息 路程需要好几天我们正在准备晚饭 诸葛先靠在侧面准备休息 他不理解为何那位道士可以一眼看穿自己 连白鹿前辈都没有察觉 他是怎么知道自己的身份 最后他渐渐地沉入了梦乡 他梦到了自己的母亲不断地向他道歉 他双胞胎的哥哥不幸夭折 只有儿子才能成为嫡系的继承人 为了家族的前途 母亲让双胞胎的妹妹假扮成自己兄长 从今往后 他再也不能以女子的身份在诸葛家族露面了 作为继承人 穿着和举止都要像一个男孩子 为的就是让武林中知道 诸葛施加的后继之人还活着 从此之后 父母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个女孩身上 而诸葛先展露的天赋 也没有让所有人失望 所以让他觉得继续以哥哥的身份生活感觉也不错 他弟弟的江生把所有事情都打乱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明明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 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他很纠结到底要不要留在诸葛家族 这时他已经习惯了男人的身份 要回到过去靠着政治联姻度过余生吗 诸葛先不甘心这样的安排 他一定要摆脱现在的命运 而这次的龙凤大会就是他的机会 他肯定要前往参加 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天赐良机 一个不属于家族 能让五人扬名立万的最后机会 经过长时间的说服族中长辈 终于得到了允许 这一次武汉之行是作为诸葛先最后的一段旅程 龙凤会议过他就会因生病从此销声匿迹 下一任接班人将成为诸葛家族的家主 从今往后他将以另外一种身份而活着 但武当道士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女儿身 这件事情是家族的秘密谁也不知道 这位说话粗也毫无品行的武当道士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诸葛先在睡梦中被护卫叫醒 侍卫表示已准备好了晚膳 一大锅鲜嫩的肉汤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小胖子已经饿得不行了 这汤真的好香啊 他在师叔面前埋怨自己已经瘦了好几斤 诸葛先和邓如平叫他们赶快过来 小胖子早已经忍不住诱惑了 真武凶声恶煞地盯着 你要是赶不去就死定了 诸葛先邀请武当众人一起吃鲜肉汤 真武怎么会和这群人混在一起 尤其是诸葛世家的人 你一个男扮女装的小丫头到底有什么阴谋 众人文言都大吃一惊 唯独诸葛先在众人面前被拆穿了秘密 却是一脸的淡然 而且从他的气息和武功来看 他的实力要比自己弱很多 但却和倾向的实力相当 似乎在他们之中隐藏了很危险的家伙 必须找出来 诸葛先看向武当弟子表示 你的洞察力很惊人 真武指着那老头说道 你不是冲着白鹿前辈来的吗 邓如平哈哈一笑 原来你小子已经猜到了我的真实身份 诸葛先面对现在的情况是丝毫不弱 他无法看出真武的真正实力 在武当中具备这种实力的人物只有一个人 你就是作为武当之剑的真武吧 一名是武林新秀被誉为武当之剑 一个是诸葛家族百年难得一见的器材 两人的身份暴露让旁边的老头都是一惊 老者不知道自己一直跟随的少年居然就是武当之剑 而诸葛家族的那位天才竟然是个女子 真武本来是打算低调参加龙凤大会的 但很快就暴露了 这位诸葛世家的少女情报能力是相当的强 他们还在为没有料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而争吵 突然一道身影出现打破了嘈杂的僵局 倾向从外面猎捕到了一只鹿 邓如平开心坏了现在有纯正的野位可以打打牙记 真武骂骂咧咧地表示这个猎物可不是拿出来分享的 如果你们要吃的话可以到树林里去抓 第二天诸葛先向前辈道歉自己不是故意隐瞒身份 邓如平微微一笑他自然知道大家族里面的安排 所以让他不必介怀做好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诸葛先笑了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轻松面对自己的身份 没过多久他们就坐上了马车朝着武哈而去 真武转头吩咐侍侍侍们先休息一下再赶路 不过前面有个悬崖刚好用于你们今天的修炼 所有人都在休息看着青相和小胖子接受着师叔的魔鬼训练 让人想不到的是真武对自己的师职如此的苛刻 在地上吩咐他们用力地爬摔下来可是要死人的 诸葛先不解这样的训练能让他们突破玄机之境吗 在青相口中得知你这个师叔是通过无数的感悟得出的经验 如果可以变强麻烦也让我跟上他们一起训练吧 他有信心自己不会输给任何男人 真武本想嘲讽他可一时心也软了下来 他那小鹿般的眼神盯着自己怪不好意思的 突然真武在崖顶感受到一股不寻常的气息 他焦急地对师职大喊小心上面 此时从崖顶飞出来一个人影 青相和小胖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了一跳 一名男人从悬崖上一跃而起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 当他看到山下有人立马将手中的孩子丢了出去 青相连忙叫师弟拖着自己 小胖子用尽全力死死地抓住了山崖 真气顺着他的双脚狠狠地刺入了山峰之中 以手掌为跳板让青相借力 青相一个箭步冲了过去一把将那孩子抱在了怀里 更名从悬崖上飞下来的男子直接被人打个千疮百孔 落在了一旁的水池中生死不明 青相将小女孩抱在怀里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是一头雾水 邓如平死死地盯着上面感受到传来的敌意来者不善 这些人凶残暴力看来是一群难缠的家伙 所有的杀手都蒙着脸让人看不清他们的面容 真武也感觉到了这些刺客的不凡 就在这时那群杀手已经跳了下来挡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杀手头领冷冷地说 看样子你们是诸葛世家的人 只要你们将手中的小女孩交出来绝对不为难你们 邓如平怒不可恶你们这群人手段如此残忍 是属于哪一方的势力 真武看向这群杀手武林之中这种事情习以为常 但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心狠手辣的人 从他们身上的气势看得出来不是魔教众人 难不成是施霸天的手下专门劫略妒吗 杀手头领心想现在还不是和中原武林打交道的时候 但是那个孩子对我们而言极其重要 随机一群刺客就冲杀了过来 倾向率先杀出阻挡一名杀手的进攻 一剑将他劈飞出去 小胖子紧跟其后有了真气的加持 七星拳似乎更强了几分 以极客威猛霸在拳法硬汉三人 真武看着师侄们一上来就使出了杀手锏 自己这段时间的教导也是值得的 接下来的一场战斗将会是怎样的结局 这位被称为白鹿的老人实力到底有多强 为阻挡杀手这位慕年老者爆发了所有战力 以一人之力硬汉三位刺客高手不落下风 心中的正义让他明白那名小女孩绝对不能被带走 真武站在原地分析战场上的局势准备随时支援 就在这个时候诸葛家族的人接连受伤 刺客目的很明确显然是冲着那个小女孩来的 一柄锋利的大刀直直地朝诸葛仙的位置砍去 一道道兄弟的刀芒就像是一把把收割生命的镰刀 诸葛仙抽出佩剑在空中狠烈的迎击 瞬间就将那些偷袭的杀手给震飞了出去 他保护着那个小女孩难以施展实力出手变的小心翼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杀手朝着他冲了过来 场面陷入了僵持之中 就在此时真武出手挡住了所有偷袭的敌人 他没好气地对诸葛仙骂到能不能先带孩子离开 真武将真气凝炼在双手打出武当回疯长 一个人冲进战场里面的局势瞬间逆转开来 杀手头领吩咐手下尽快将孩子带走自己留下对付老者 两名杀手与邓如平交手忽然回身朝少女的方向扑去 接下来就是牵制住这个强者让他无法救援 但是这位老者竟然是一位宗师这就有些意思了 邓如平现在也想前去支援可被这位杀手头领给缠住了 极快的速度抢先一步出手 邓如平这才发现这人的身法实在是太诡异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记催心掌朝他打去 在他的手掌还没有碰到他的时候 真气就已经以极其刁钻地搅动起来 邓如平大吃一惊这门武学竟然和那股神秘的势力有几分相似 自己的武学修为比他高怎么可能会和他势均力敌 他现在的攻击毫无规律无法预测这个杀手下一步的进攻 这样的武功到底是从何而来 正当他们斗得难解难分之时 真武以极快的速度朝白鹿这边冲来 霸道的一拳轰向杀手头颅 强大的冲击力让他不得不抬起手掌格挡 一股庞大的真气波动迅速向四周扩散 刺客首领顿时吓了一跳 这个年轻人的真气为何如此浑厚 真武一掌将他打得倒飞出去狠狠地砸在了墙壁上 大地碎裂山峰凹陷可见刚才那一掌的力量有多大 真武恶狠狠地看向那个首领一眼 现在可以把他拿下问话了 老头子接下来你就别管地交给我来 你不要装死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你 丹江口的那位神秘老者你们应该认识吧 我想知道他是什么人 你最好老实一点否则我的拳头可不认人 目非他说的是代号大郎 刺客首领表示自己不认识什么神秘老者 没想到诸葛是家里有你这样的人物 还以为那个老头是最强的 现在自己受了内伤 而且也不是这个少年的对手 他拔出腰间的弯刀准备与这名强者一战 真武也拔出了长剑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来认真对待你好了 只见他双脚猛地一蹬 真武飞奔冲向那个刺客 手中一剑狠狠地挥出 当的一声杀手借助他的剑招朝后方闪避而去 真武纵身一跃又是一剑 斩向了半空中的敌人 刺客大吃一惊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就在他愣神的时候 真武又一次冲了过来 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疯狂 看来这个杀手也是强弩之末 那只能送你上路了 真武一阵邪怎么会是绿色的 几枚毒针从杀手胸口中掉落下来 真武万万没有料到 他竟然还有这样卑鄙的手段 刚才那一剑刺中了他放毒针的位置 杀手头领陷入了疯狂 此时的他在无退路 他拼死也要拉这个少年一起下地狱 真武站在那里一脸的阴沉 做好打算准备拼命了吗 他将真气汇聚在三尺轻松之中 只见地上传出阵阵轰鸣之声 真武将见高高举起一股庞大的海浪 随着他的动作而移动 一声巨响大地被强大的力量 冲击得四分五裂 只见山体被剑横划出了深深的口子 真武有些那么一下子 没收住力气将他弄死了 而在这个时候 所有的刺客都已经被禁数剿面 诸葛仙打扫战场看看 还有哪些杀手没有死去 把他们捆住 就能从他们嘴里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说来奇怪 在武林中没有见过这类武功的武人 那些人追杀的孩子 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秘密 诸葛仙打算问一下这个女孩 当她转过头的时候 很明显被刚才的事情给吓到了 诸葛仙走到小丫头身边 安慰她不要怕一切都没事了 邓如平看到这一幕 不由感慨诸葛家的姑娘心性善良 不过话说回来 你刚出的那一件带着潮汐 真是威力无比 这些人看起来不像是普通的杀手 如果能将其带到正道盟里 说不定可以得到更多线索 诸葛仙表示 现在我们距离武汉有十天的路程 与其一直带在路上 不如寻求当地派系的帮助 这样的话 说不定还能找到他们的同伙 如果会发生今天这样战斗的话 应该向当地官府报备 可是调查需要很多人手 而且批文也很难拿到 诸葛仙拨着下巴打量着真武 听说你与杨渊前辈有一定的渊源 那就请你寻求帮助 真武连忙摆了白手 表示他不知道这老头是谁 突然小胖子大喊 诗书有一枚前辈留下的挟钱 真武气得都快哭了 这真是猪队友 丐帮帮主给予的挟钱 他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一听到这个武当的弟子 竟然拥有这枚钱币 他们都是疑问 这下他们就可以请求 丐帮的帮助去调查 这起绑架事件 小胖子突然爆料 挟钱是那位前辈标志 他曾说拿着这枚铜钱 无论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摆平 当然只有我们诗书 被誉为武当之剑 才被前辈这么赏识 诸葛仙两人顿时 大喜得到丐帮的帮助 这次我们的旅程将非常便利 真武一脸黑线 真不愿意和这老家伙有什么瓜葛 他被气得蹊跷生烟 等回到武当 一定要将小胖子赶出武龙宫 这时通过挟钱的帮助 找到了当地丐帮的负责人红服 真武连忙询问 这枚钱币可以使用几次 当听到只能用一次的时候 他痛心极少 他骂骂咧咧的 就要打死小胖子 浪费了如此珍贵的东西 诸葛仙连忙向丐帮的人 解释真武道长性格有些特 如果这次他不在这里 我们可就糟糕了 邓如平竖起大拇指 这位倒是很不简单 是号称武当之剑的男人 听真武道长所说 这次的袭击洋冤前辈知道 其中隐秘 这次事件调查 就拜托丐帮的兄弟了 没过多久 一行人便来到了武汉 街道上挤满了许多武林人士 真武一路上都没有好脸色 只因他最重要的钱币没了 诸葛仙表示 再过五天 就是龙凤大会了 你们准备在哪里落脚 作为武当之剑 总不能让你的师侄露宿街头吧 他知道这位武当倒是 一路上都很生气 还请他与自己同住一间酒楼 邓如平转过头 表示大家住在一起 不是也很有趣吗 真武也是一脸的无奈 好不容易才从武当走了出来 现在却要被一个老头子给牵制住 倾向看出了师叔的心思 准备打听一下别的客栈 真武看到师侄们路途劳累 就让他们不要去了 这次他们的龙凤大会形成 全部由这位诸葛分家的家主父子了 他在人群中看到了白鹿前辈 连忙抱拳拜见 没想到这位老者会和大公子一到来到武汉 真武见他们对正道的人 不屑一顾打个招呼都这么聚敬 诸葛先连忙介绍随行之中 还有武当的弟子 真武忽然发现在这一群人中 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没想到诸葛牧也会来参加龙凤大会 真的是许久未见了 真武作为老朋友 肯定要和这个小子打一声招呼 诸葛牧大吃一惊 为什么这个家伙会在这里 他整个人都僵住了 很想破口大骂这个该死的道士 诸葛牧赶忙眼口 当着众人的面差点说漏了嘴 诸葛先听着他辱骂武当弟子走了过来 丹江口分家难道没有教导你什么教理术吗 诸葛牧低头认错这位是主家 下一任家主不能在他面前失态 虽然自己说错话 但是也不能当众羞辱诸葛世家的子弟吧 诸葛先不依不饶 对诸葛牧大骂让他注意诸葛家的脸面 连自己在这位道长面前都毕恭毕敬 岂能他当作辱骂 真武道长可是欲为武当之见 诸葛牧大精这家伙什么时候在武当有如此地位 此时武汉分家家主连忙 让他赶紧向真武道长赔礼道歉 他还以为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家伙 没想到竟然是武当之见 这不就是武当的象征吗 他连忙上前向真武表示真诚的歉意 随后转头恶狠狠地瞪向诸葛牧 他连忙拱手已是对武当的不尽之处还望见谅 此刻的他内心煎熬本是实力相差无几的人 现在的地位比自己高这么多 真武哈哈一笑 既然你这么诚恳地道歉 那就不原谅你吧 诸葛牧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这一刻真武心情大好 不但有人热情招待 而且环抱了丹江口被诸葛牧针对的仇 看着那滋滋作响的烤肉 没想到这个家伙还有这么一天 真武笑了一声看向了诸葛牧 把烤肉烤得香一点 要不然再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对了 你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我这次还真是让你失望了 真武绷不住地大笑了起来 随后转头问小胖子肉够吃吗 如果还不够那就让他继续烤吧 嘱咐他待会儿多拿些酒来 这时倾向向师叔表示 晚上的太多就肚子会不舒服 真武摸着下巴对这个失职的话表示赞同 诸葛牧大喜被安排来为武当道士服务要结束了吗 哪知道下一秒真武让他再去烤两盘肉给小胖子 诸葛牧面如死灰这群家伙饿死鬼投胎吗 他虽然不甘心 可是却不得不听从主家的命令 真武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不愿意吗 诸葛牧类奔不让让自己成为剑圣徒弟 到时候会让你知道花为什么这么红 一位是貌美如花的诸葛是家下一任家主 另一位是被誉为武当之剑的男人 这两个人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么晚的时候见面 真武被小胖子的呼噜声吵得睡不着觉 等这次龙凤大会结束 他将踏上寻找两一神功的旅程 这个就是他现在唯一的目标 自己创建的四派天里 有很多正道蒙搜刮而来的宝物 有极大的可能自己寻找的两一神功 就被收藏在其中 他以前还是魔教教主的时候 只要有什么宝贝都会被他搜刮一空 就在他暗自庆幸的时候 一个女生从他的背后响起 诸葛仙闲听信部地朝真武跑了过来 没想到真武道长也会失眠 真武被这少女的声音吓了一跳 难道刚才女孩子的声音是从你口中传出来 诸葛仙一证他刚才不小心说出了自己的声音 他连忙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男生以免尴尬 真武真的被吓到了 这家伙竟然有这样的能力 而且没有人跟我说过 你原来的容貌会那么美 诸葛仙有些恼怒道长 也不至于如此震惊吧 虽然知道你们武当倒是不喜欢女色 真武连忙白手 他有些不好意思这女人不光长得好看 但自己竟然因为他的美貌 而惊慌失措真是不应该呀 为什么脑海中会出现这样恋爱的画面 一定是以前这具身体的原主人产生了幻想 连忙冷静下来 询问这么顽固之姑娘 为何这个时间点出来 诸葛仙将自己刚刚前往白鹿长老那里的事情说了一点 他在为自己的龙凤馆主身份发愁呢 这一次龙凤大会他是一定要去参加的 还请道长帮自己保守女儿身的秘密 真武望着眼前的少女 他应该过了很艰难的人生吧 如此靠近才发觉这姑娘欲加美丽 不但气质出众还聪慧过人 诸葛仙笑了笑 表示明天我们要一起去郑道盟面见盟主 真武本想拒绝表示自己不想见郑道盟的那些家伙 因为刚才自己在发呆压根没听到他在说什么 诸葛仙飞快地逃走了 只剩下真武一个人站在原地一头雾水 一个走神让他直接被赶鸭子上架 为什么自己会被他的容貌给迷住了 第二天清晨师侄们来叫醒他们的师叔 倾向走上前去询问我们要不要出去 今天的行程是不是要在武汉好好逛一下 真武将手搭在他们身上表示自己要去郑道盟 让他们努力修炼不要懈怠 真是倒霉为什么自己会答应这件事情 此时的郑道盟总部 诸葛仙正坐在大殿之中招待两人 真武怎么会不认识这个老嗓子 被这该死的大学士用计谋给骗了 在进攻郑道盟的过程中 他可是吃尽了苦头 当时真的很羡慕郑道盟有这样的人才 诸葛仙表示本来是盟主亲自接见 现在他有些事情需要稍等一下 真武对自己被美色迷了眼感到耻辱 不过这郑道盟的大本营可真够大的 你们住着这么豪华店鱼应该很有钱吧 诸葛仙开心地看向这个道士这位应该就是武当之剑 此时的他也有些无奈这些都是华而不实的东西 飞龙剑圣不但武功高强也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 虽然自己也在尽力辅佐 但中原武林还是出现了分裂 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将魔教一网打尽 真武也看出来的这是要将他们赶出武林成为中原霸主 不愧是正道之人说的如此冠冕堂皇 他们的野心真够大的想把四派天和日月魔教都赶出武林 诸葛仙有些心虚这位武当之剑听懂了自己刚才的话 真武有些不耐烦拒龙凤凤大会还有四天为何将自己叫来 诸葛镜脸上露出一丝焦急之色他在等着盟主 就在此时两人的身影已经来到了大殿之中 来人正是飞龙剑圣和白鹿邓卢平 真武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他们的身上散发出来 让周围的气氛都变得凝重起来 这家伙变强了这么多 众人站起身对这位剑圣行礼 飞龙剑圣看着武当道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出现而感到意外 大多数人都会对他毕恭毕敬而他的眼神一副挑衅的模样 随后对身边的白鹿表示真的如他所说是一个很有趣的小子 飞龙剑圣将茶地向真武对他说 知道为什么主动请你来吗 本以为你会败入我门下 但你还是想成为武当之剑 起初的那封信件里就是这么表明让你选择 真武没想到自己是被他们安排好了吗 这两个人一直在掌门面前煽风点火 他们竟然把手伸得这么长太卑鄙了 谁知剑圣表示真武成为自己的弟子是不合格的 白鹿也跟着附和道这小子的地位都和我不相上下 突然飞龙剑圣邀请真武就任龙凤馆教席之职 诸葛家的人立马跳出来表示很赞同这个决定 若有武当之剑担任教席那才是最佳人选 真武气得直接捏碎了茶杯 这帮人是不是要我做免费的苦力 飞龙剑圣哈哈大笑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一生不同意让刚才决定的两人都是疑论 剑圣有些不可思议他竟然拒绝了 真武起身再次表示自己没兴趣担任这个职位 而且这次大会结束自己也将会离开